農委會同仁,可不可以去請下主委好不好? 我們要開始開會了 的音樂 這樣嗎? 好 我去吃 好 我们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 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农天水立法草案案宣读完毕 好 我们议程所列的议案 昨天已经寻达结束 并且已经条文逐条宣读完毕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广泛讨论 要发言的委员请到发言台 那我们昨天已经有开始登记 我们首先第一位请陈以信 陈以信委员不在 我们请孔文集委员 孔文集委员 孔文集讨论时间三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今天经济委员会审查农田水立会草案 这个可以说我自己个人是认为 这个是从民进党从上一届开始 从那个党产会处理国民党的党产 然后最近内政部呢停止互联会立案 还有最近这个也整理倾诉救国团 现在是来到我们这个水立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转型正义开始 民进党执政之后 把这些所有这个我们党产会 都一样如出一贯 巧起豪夺 可以说是威胁利用 我们知道2018年一月的时候 先通过了农田水立会组织通则 要把这个水立会改制为公务机关 当时在我们经济委员会 也有激烈讨论 在宴会逐条讨论 逐条表结 然后呢 要通过这个水立会改为公务机关 民进党把第四届的会务委员会长 任期延长到今年的9月30号 总共延长了两年四个多月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农田水立会 有没有经过我们水立会会员 这样一个充分的讨论 没有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改制啊 是假 绑装是真 所以这个也严重击败了水立会的财产权 罔顾150万农田水立会会员的用水的权盈 将现有的农田水立会改为官制 设立农田水立署 这整部草案呢 可以说是仓促作业 都是在嫌疾把装 不顾水立会改制 台湾农业将面临的极大的困境 再加上 农田水立会的财产 全数纳为国有财产 但是农田水立会的资产 并非完全公有 据农委会的统计 农田水立会现今达700多亿 不动产市价 约1200亿 改为公务机关后 土地处分呢 如果是不受国产法规定 农委会强调这个不是充公 这是完全错误的 你必须要把公有跟民有这个财产 一定要统计清楚 那今年10月起 如果是会长改为官派 七星流工桃园等水立会 在都会区拥有大面积的不动产 有没有侵占农民的土地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本席是在这里 希望说将来农田水立署要 我们要修这个法 一定要把这些疑点 要讨论清楚 农委会要对我们全国的农民交代 谢谢 好 谢谢孔文集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林文睿 林文睿 林文睿委员不在 我们请陈廷飞委员 我们这一次农田水立法草案的一个修正 我想这个已经是非常重要 而且迫在没烧 我们一定要赶快来通过的案子 因为我相信我们农田水立会的所有员工 未来他的工作权益如何保障 而且我们的整个财产的部分 怎么样做到能够到位 甚至不要让基层会感受到当归为公有之后 是不是会让农民的权益受损 而是要让他觉得说当改为公有之后 我们反而是让农民的所有的一个水权 还有他的相关的权益可以更加的加成 这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相信整个案子到现在 已经到了一定要通过的一个阶段 而且昨天经过朝野协商 大家也都同意 让我们今天赶快审议 赶快通过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下个礼拜 排一个公听会 公听会之后 我们可以一并把整个公听会的内容 作为参考意见 纳入我们整个协商的过程的一个讨论机制 所以昨天已经经由我们朝野协商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也通过了一个决议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赶快进行逐条审查 而不应该停留在这所谓的 大体讨论的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赶快通过 然后呢在下个礼拜 公听会赶快进行 把所有的案子 到我们的朝野协商进行讨论 以最快速的动作 让大家取得共识 大家的方向都一致的 就是要让人民非常清楚了解 我们政府单位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我们员工的保障要保障的好 我们所有的财产的整个处理 要能够公开透明 这都是我们要的 而且在整个水利小组的一个配置 也应该要维持现状 那这个部分 我们昨天经由跟委会主委的一个讨论跟质询 这些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所有员工所担心害怕的 也会透过我们的执法把它保障 所以我相信我们昨天整个会议的过程 质询的过程都有记录 这个都未来都会成为 我们对于地方交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通过 赶快审议 不要停留在所谓的广泛讨论当中 让我们赶快把节省时间进入竹条 好好讨论 这才是真正我们能够帮助到农民的地方 谢谢 好谢谢陈庭飞委员 我们截止广泛讨论的发言登记 那我们下一位请廖国栋委员 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行政官员 昨天早上关于今天要省的农田水利反了 我们国民党的委员 我们国民党的委员在党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也邀请了非常多从各地来的这个会友 包括管理者包括会长等等 在当中我们非常感慨的听到 每一个水利会对于这次仓促立法 或者是强迫立法 这样的一个过程都非常的不以为人 其中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 台湾的水利管理 从清朝到日据到民国一脉相承 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民间农民自有管理 自我管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一个Ordino Ostrom 曾经就这个部分做一个了解 他非常的支持 目前台湾的农田水利会的一个制度 认为这是一个自治 自律 而且建立在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利 这样的一个基础 这么重要的 而且赢得国际 经济方面的这个专家 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只不过到中华民国 一百多年以后突然变成 是非改革不可 改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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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薄弱 非常的薄弱 尤其 昨天有非常多的 干部呢 特别提到 过去所有的水浸的浸入 甚至乌山头水库 曾文水库 当时在盖的时候 是民众自动自发 来做起来 当然政府印出了相当的经费 但是 整个决策 都是农民 做出了一个决定 而且亲自 上山去把这个 这个郡路建立起来的 当今天 他的制度已经非常完美 非常好 而且非常庞大资产的时候 执政党居然要在这个时候 要把所有的资产 纳归国有 这是非常非常 没有道德的一个法案 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共提 这个农民的心声 农民的权力要优先 农民的权力要优先 那么如何来完成 所谓的改制 以更多的讨论 我希望我们不要超之过激 谢谢廖国栋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杨琼英委员发言 杨委员之后是赖瑞隆委员 谢谢 谢谢主席 杨琼英委员发言 我想水利会 是对台湾 整个经济的脉动 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者 我特别要在这边 再次的说明 他是一个贡献者 纵使里面 有所要调整 他应该是改革 而不是改制 我愿意相信昨天主委 在发言台上面也说 水利会 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劳者 所以我们来看 人 事 物 救人的部分 2600多位的员工 他们到底 如果依照目前执政长所规划 他可以直接转换为 是公保吗 还是在里面有公保 也有劳保 为什么要这样子 让我们所有的员工 不知所措 第二个 财产的问题 17个水利局 以台中农田水利会 不动产的部分超过2000亿 现金的部分也大概有200亿 每一个水利会的形态不一 目前有水系 来作为管辖 大家互相的协助 有台湾以来 水利会 为我们的农民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贡献跟功劳者 原因在哪 农民新任水利会 跟水利会 好好的在合作 所以 也帮政府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这个就是真正的 政府所说的 政府跟民众 民众跟政府 好好的做好 合作的工作 而且 能够加成的一个有效能 这么好的历史轨迹 为什么 某人 突然间 要如此的作为 而且这么急 我要再次请问 是为了什么 这么急 是为了什么 所以在人 再财产 我们旧法的立场 今天人民 要做勾军 四层 土地 捐出来 一起合作 来做这些灌溉勾取 当你要改制的时候 人民所捐的是水利会 单位是如此 改制后 是不是应该先还给民众 要怎么样去清除 尤其在第二十二条里头 希望能够 不是纳入大水库 真正还 权于民 这才是有为的政府 所以我在这边 还是要再次的说 贸然 十四条的条文 通通都是授权给机关处理 这样子的空白授权 人民可以接受吗 谢谢杨琼英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发言 下一位陈明文委员请准备 我刚已经宣告了 这是广播论 不好意思 好谢谢 我想 昨天直播上其实有提到 这个农天水利会的改革的部分 其实在三十年前 在农委会 不知道之前的时候 副主委林享人 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出一个报告了 包括里面的会长的选举 包括人设费用的辅长 包括人才流失的问题 包括会员大会的问题 甚至于 可能涉及到一些相关的 人设问题 其实在三十年前就提到了 那个都在国民党执政时代 那到了 民国82年的时候 也曾经修法了 国民党执政时代也修法 把它要求 行政院三年内将农天水利会改制为 公务机关 分别纳入各籍租管机关来编制 所以说其实在执政时代 大家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都希望能够改革 让我们的农天水利会更好 让我们的农水更好了 那我想 在这个107年的1月17号 立法院临时会已经三读 来通过农天水利会组织通辙 组织通辙 那也修改了 包括改革工机关相关的规定 那我想 这个部分 大家已经初步有一些的想法和共识 那我希望 因为昨天也协商完毕了 下礼拜会再三公听会 那我希望今天 会能够尽快的来审查 我们主条针对内容的部分 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们尽量来提出来 来完备我们的农天水利会的制度 给农民更好的一个福利 以上建议 谢谢蓝热龙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发言 接着请邱志伟委员准备 好主席 我想这个 我们这一次要修的农天水利法 主要是 把这个农天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 那当然牵涉了几个问题 也就是在党比较关心的 当然就是 人事问题 水钱问题 还有租产 尤其是租产问题 那我想我们在整个这个 这个修法过程中 我们也特别 强调人事问题 所以 人事不是 把我们把所有的水利会 要改制身格 公务机关以后 对于县主人员的 这个权利的保障 是完全不变的 我想这一点也应该让社会大众 能够了解 了解 那我想 我们的农委会 陈主委 一再的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想这一点 应该是毋庸注意 也就是说 不计公务人员 前夕诸葛的主委 政府也会保障 这些水利会的主委 一直做到 借零退休 我想这一点 在人事问题上 应该很清楚 很清楚 那水钱的问题 最主要就是 农田水利会是 攸关国家水钱的调度 那现在虽然 这个农田水利会 是公法人 那应该本来就是 应该要 要配合国家 来做水钱的一个调度 但是有一些 农田水利会 事实上 在这个水钱调游趟 有时候也不配合中央 甚至于 有用水注重的那种情况 所以未来如果改制为 公务机关以后 那整个水钱调度 就是统一化了 那也就是说 未来 不管是 农田水利会 农田水利会 也好 大概 这个都有 这个可以来 农田水利会 我想这一点 这个是我们未来 整个这个水利会 能够改制为 深刻公务机关 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 水钱 是国有化 我想这一点 这个应该非常清楚 那尤其是大家一直 这个所 主意的水利会的租产问题 我想我们 陈主委 一再在委员会 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也一再在 这个了解 聆听 主委的一个说明 一再说明 我们一定把17个水利会 分为17个分基金 那未来一定是 专款专用 我想这一点 也未来在执行上 也希望 农委会能够 务必做到 确保我们整个 这个 灌溉水租的一个安全 我想水租安全 也是非常重要 那有钱 好办事 那很多现在的 水利会 秋公台北 那个柳公进 事实上 它的灌溉面积 几乎定于零了 但是它的租产那么多 所以这个部分 事实上也应该要让 这个国家 能够统一来 做一个调度 让整个需要 用水的人 需要有租金的 能够好好的 就这个租产 来做一个 整体性的一个 调配 我想这才是 我们未来 这个 水利会改制 升格公务机关 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想今天 是一个 历史关键的一个时刻 我们要把 荣田水利会 改制升格为 公务机关 这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一个 这个大变革 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 全力来 大家能够 全力来支持 谢谢 谢谢 陈明文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邱志伟 邱志伟 邱志伟委员不在 我们请谢一凤委员 下一位 陈超明委员 请准备 主席 主委 各位委员 所有的 与会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修 这个农田水利法 我相信 像我们昨天提到的 目前农委会想要把 要成立农田水利署 目前我们的组织法都没有修正 我们就先修定 我们的作业法 那怎么样 作用法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让农委会跟 经济部的水利署 平起平坐 让我们的农民灌溉 用水更有效率 这的确是目前 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不管是任何的改变也好 是应该要让农民的想法跟农民的声音可以反映到我们的公务机关 可是我们在第四第五条 的修盛条文里面 已经把水利会借由民主选举的方式 然后改制为由农委会单方面来决定 在程序上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让农民有表达以及参与决策的机会 我相信这是我们在野党非常在意的就是执政党没有给农民有表达跟参与决策的机会 那即使他们要参与决策也要看农委会的订定 那这样子是单方面由农委会自己来决定 什么样子的农民团体可以进入这个决策机制 我相信这从立法在国际潮流上面 由农民共同来管理水源 这样子一个概念是比较没有符合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反对 这个就是农田水利法的修法 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农委会 一再的提到说农田水利法通过后 未来会订定灌溉水值基准值为裁罚的依据 但是环保署至105年1月1号开始 在严重污染农地灌溉水源划定两级管制区 限说铜董铁新等六项重金属污水排放标准 新设工厂的标准比照灌溉水最高加盐20倍 且离农地较近的第一级管制水源 禁止排放出六项重金属 违反者可撤销排放许可证 请问农委会要怎么样子奠定比这个更严格的基准 而且农委会要动用什么样的人力去稽查 环保署办理环保犯罪案件定定 环保犯罪案件查处作业程序 要求警政署跟各地方警察局协助 那请问农委会具体的方案是什么 谢谢 谢谢谢一奉委员 接下来请陈昌明委员发言 仔细各位委员 还有主委大家好 我刚刚听到执政党的委员 说水利会要赶快 而且要立即把它改为官派 我听到觉得很悲哀 大家先了解这个历史 本来在李登位当总统的时候 要求宋楚瑜省长 说把水利会改为官派 但是当时的宋楚瑜省长 听了民进党省议员的意见 这又改为民间来农民来选举这个水利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改制 到现在的时候 民进党的执政党 看到水利会是一块又肥又有肉又多汁的一个公法人团体 赶快就要把它裂斗 像突鹰一样 要把它拿过来 来赚到它的实力 今天的水利法里面 很多的法定条文 太过于空洞 空白授钱太多了 要圆的 要扁的 要长的 要短的 都是他们讲的就算了 所以变成一种泰山房 所以你干嘛要看 农田水利法 三四条里面 其中有四四条 有植物馆机关 定定之后 哇 这多大 注意我好险 你真的是功劳非常大 但是要改制以前 真的好好想一想 现在的水利会 如果不错 你就继续维持 而且昨天你执行 你又不敢讲水利会会长领导不好 突然就要收拾来 而且你是一个理法师 猫猫头 那些水利会长 我不晓得人格在哪里 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职员都不能保障 那些将来要当会长 实在要顺失熟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们到底是为了服务农民 还是为了自己 现在我看你这样一改制下来 哇 钱大势力又大 所以这里面可以仇用的位置 实在太多了 你一看起来台大教授 逼当教授 我觉得你很有良心道德 但是这一点 我不敢跟你口同认同 还有一点 现在的政府向土委 抢起豪斗 大概水利会现在 现金是700多亿 那个事业用地有 两万三千六百六十公顷 非事业用地一万五千 四百四十公顷 还有防射设备设施里面 这道道的 要挤走的 哦 我也很想要做浪费 有很多的主观 现在我手里 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民间的财产 民间团体的 你这样收起来 虽然说法人 但是当他支持时的时候 这台队有之多的违法违宣在 你们事而不顾 你们的公益到底 真的良心在哪里 这个就是民族转型吗 好的东西就拿起来 坏的东西都丢给 以前的执政的朝代在 我觉得这不可以这样做 还有 农田水利里面 作业基金 啊谁应该谁亏 大概全省农业 农田水利农业基金里面 大概只有两家财务比较不好 其他的财务状况非常良好 我跟你说 那个主委啊 放到厨厨 你财产很多了 像台中西 都市从我里面的农田水利会 就要挖鞠了 要挖签议题了 别人在说 不怪你们这位大陆绿 不把农田水利会 弃之为快 我再次会警告 原来的农田水利会长 总干事 会不会都要跳起来 虽然这个法案 势必通过 因为这块肉太大地 你们没把它拿过来 还不行 再来一点 其实选举一定有压力 官派的时候 我跟你讲 当然有做好也有做不好 你觉得要关到 我现在是公务人员 我没有选举的压力 我怎么来做 麻麻糊糊 不做不做 多做多做 少做少错 这个心态为止 这里面农田水利会 里面的农水利会务委员 还有小指导 你们到后面要找什么人 你们现在派到的官都这么大 你要找什么人 来做这些农田辅务的工作 这是无级事 你们这些人要怎么办 最重要 现在你们的人事资助 可以说七层人心惶惶 没人要知道你们什么 由指管机关 中指 在你平 在你应 所有法院纸上 这个人事资助 要送到 虽然这个法案通过 但是人事资助 要送到立法院去 核辟 这样才能把你们完完整整的 想要把它出下去 也不怎么好出 也不要乱出 时间到 现在是临时政敌 不要用议会的多事 我真的讲 不要用议会多事的暴力 大家要再一条两心得定 国民都不敢做 现在都敢做 都永远两套的标准 我顺便整滚提出来 谢谢 时间到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曾明中 曾明中 曾明中委员不在 曾正前 曾正前 曾正前委员不在 哦 对不起 曾正前委员 没看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主席 针对农田水利法的 那个修法 跟我们 这个水利会改制的问题 就是本身在这边 有几点看法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也让我想到 其实在很多年前 就是 曾经有一个 政策 就是 三七五减株 它把很多的 公有财产 给人民 让人民能够得到 更好的生活 那么这一次的改制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 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 农民 真正跟农田水利会 有很大关系的农民 他们都没有在 决策过程当中 的意见 被纳入考量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很多农民 他们其实是无助的 可是我们知道 农田水利会 它有很多的财产 它的很多资产 是来自于 过去这几十年 上百年 很多农民 他们无偿均现出来的 到现在为止 还有将近三千公顷 的土地 是在农民的 私人的名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改制过程当中 所有的 这些资产 全部都被收归国有 那某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它牵涉到 人民财产的问题 它是一个宪法层级的问题 执政党 它不应该 透过一个 改制的一个做法 那么去侵犯到 人民的基本人权 财产权是宪法层级 保障的基本人权 那么在这改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眼睁睁睁的看到 农民的资产 农民的财产 几乎是被掠夺掉的 那么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本席希望 在这过程当中 改革的过程当中 改制的过程当中 其实需要有 非常好的沟通 让真正的 当事人参与者 他们有机会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台湾其实是一个 民主化的一个国家 在这么长的 一个民主化过程当中 农田水利会 他们也建立起 他们自己的一个 民主的一个机制 从农民一直到一个 代表 到一个会长 一个会务委员 到会长这样的一个层级 它本身形成一个 相对完善的一个机制 那么现在 政府不应该 完全从政治的角度 来看待一个 农田水利会的一个 存续问题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的一个 执政党 改朝换代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政府组织 都会有所改变 我觉得这样子对 台湾的长期发展来说 是非常不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郑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黄世杰委员发言 好我想呢 今天我们大家在审查 这个农田水利法草案的时候呢 不管是我们主委 或是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最强调的就是呢 必须要 为了农民 未来的用水权益 以及资产应用的合理性跟效率 将来 如果真的要改制 一定要改得更好 所以呢 我们都认同这个方向的话呢 我会希望 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逐条审查的时候 还有 之后 协商的时候 都要秉持这样的原则 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 没有错 1070的时候 我们就组织通责 的修改 已经提出了这个方向 农委会 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 超过两年以上的时间 可以来做准备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刚才已经有农委员提到 授权定义的执法 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字都没有看到 今城的农民 如同我昨天所说的 未来 这些关系到他们每天 农业用水 最重要的 这些具体的措施 还有他们的法律地位 跟未来的 公务机关的这个关系 以及他们的权利义务 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水域会的员工 包含联合会的员工 他们也不知道 未来 政府所承诺的 所有的一切都不变 到底具体来说会是怎样 因为你用作业基金去处理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规定 并不是用一条法律 说继续禁用 就可以看挂了 这个里面执法的变动性还是太大了 而且充分的沟通跟说明 完全付诸缺辱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审查这个法案的时候 不是因为 事先预设立场 定另一个时程 就一定要在那个时候给他通过 这是很大的事情 百年的 水利会的组织 继承的水利的秩序 要经过这样制度性的转变 如果要做制度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改革之后 对农民的好处是什么 这些东西 都要更清楚的来交代 我们等下在逐条审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讨论 现在农委会 在他昨天的报告里面 所提出来的 要扩大关害区域 以及呢 这个 开对于这个污染的方式 这两项是真正的理由吗 这两项现在的立法 的内容 构细致吗 不然会不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像这一些 还有包含我们农业政策上 对于我们的水田的数量 我们的战略作物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讨论这个法律的前提 可是农文会都没有说明 所以我希望 我们不是为了改制而改制 改制要建立在改革的前提上面 请农文会好好来说明 而且要向基层的农民来说明 谢谢黄世杰委员 我们广泛讨论的发言已经完毕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逐条讨论 那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有新收到的修正动议 请宣读 修正动议第九案 委员杨琼英等人提案 第五条 第一项同行政院版 第二项 前项农田水利汇设施范围之划设基准 管理维护变更或废止 及其他相关事项 这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水利主管机关定制 第七条 第一项 同行政院版 第二项 前项一定规模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第三项同行政院提案 第十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同行政院版 第四项 一第二项规定之补偿或计价 其基准程序给付方式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十四条 第一项 同行政院版 第二项 前项 但说是灌溉水值基准值 申请程序 计划书 应记载内容 应减负文件 许可条件废止 许可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 环境保护 主管机关定制 第十五条 主管机关办理前 第一项规定灌溉水值之基准 之检测方式 品质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 由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 同行政院版 其中第五款 其他与农田水利事业 有关支出 第二项 新增 第一项农田水利作业基金 因一个农田水利事业 分别设置专户 第二十五条 增列第二项 前项加压供应灌溉用水 主管机关 既收支工程改善费 操作及其设施 维护费 其收费标准 由主管机关定制 选取完毕 好来 我们就开始进行协商 首先我们先从 法案名称开始 各委员所提到 我们的法案名称叫农田水利法草案 请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那我们就法案名称通过 来我们再来是第一张总则 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那我们就请看第一条条文 第一条条文有苏志芬委员 有一个修正动议 有一个修正 来 所有委员要发言 来那个陈主委 其实第一条 是论文的版本 大概跟行政版本类似 反而是那个中加宾委员的第一条里面 他昨天有特别说 让整个升格委公务机关以后 他有站在 那个整个粮食安全跟农业永续发展 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那个中加宾委员这样的一个第一条的这个文字呢 适度的放到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一个相关的条文里面 主委是不是请你修正一下了好不好 看你怎么样放 好 那我们就是那个 依照那个中加宾委员的文字 要把那个比较大方向 就是为确保粮食安全及农业永续发展 那促进农田 其实把这个先放到我们的行政院的最前面 因为那是一个更重要的这一个 为什么要升格为公务机关的这个目的 那 接着再把中加宾委员的这一个 维护农业生产及提升农地利用价值的这个部分呢 也颁到在特定制定奔法之前 那以上 那个是不是你们公务单位 文字整理好把它全部全部念一下 那我这边再念一次 为确保粮食安全及农业永续发展 促进农田水利失业发展 健全农田水利设施之新建 顿号维护及管理 以及稳定供应农业发展 所需灌溉用水及扣到灌区服务 并维护农业生产 与提升农地利用价值 及妥善处理农田水利之改制事宜 特制定奔法 这样修还好吧 请问各位委员 这样 那个停歸为 这个主委 你把这个为促进农 你们原本的为促进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这个部分 你就把它拿掉吗 不行啦 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还是要保留 对啊 你自己 对啊 你放学在哪里 没有 我没有 跟 提问委员报告 那个 我们是奉在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粮食安全跟农业永续发展是更大的 那第二 第二 第二句话 促进农田 促进农田水利 在这里 促进农田水利发展 这个是改制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所以一样继续保留 我以为你把它拿掉了 好 OK 主席 你有连续两个发展 要不要文字上去 把第一个农业永续发展的发展拿掉 促进农业永续 主委 主席 你说这大目标是真好 如果你要把这个类进去 你后面应该也要把 你怎么样促进粮食安全跟我们的 这个农业的永续发展 还有提升农业的价值 维护农业的生产 你大概也要做一个说明 你 你假如桌地屋一个桌地屋 没有太大地了 后面他们都没有盤 说到这么好听 你就用那个大帽子扣住 所以你要这样子文字这样子修 当然更好 但是你后面你要把这些 要论述嘛 这个背后是有目的的 那你 那你一定要论述嘛 我直接把后面讲目的 如果今天因为在水资源的调度里面 那影响到整个农业的 量子安全跟生产 那这个我们就要求 一两百年来的农业主义委员都做得很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不要说你们做得做比他们更好 人家过去的农业水利会 整个组织运作 人家做工夫人员 你要去拿什么农业 每个人都明白 大家就来 那个烂热隆委员 好 这个我 中交幣委员他把那个妥善处理农天水利会的改制事宜拿掉了 那这个给主委参考了 因为看起来这样 格局是不是来得更高一点 农天水利会法的目的就不一定是那么狭隘而已 这个是不是给主委参考看看 因为跟内委员特别报告 因为我们的这个农天水利会法里面 他有把那一个人事跟资产 要在这个农天水利会法里面去做 母法里面要做通过交代 这样我们才能确保 我昨天特别跟受委员报告的 人事的福利要保障 跟资产一定用在农天水利是社上面 所以才会把这句话要留着 或者后面就会没办法一致 那这个这是一个动态的调整 所以立法之前可能这句话还是要保留 那特别跟内委员做说明 好来 好那没有意见 照陈主委的意见好了 那我们第一条就这样修正通过 好来第二条 第二条条文 跟特别事务员报告 那这个地方主管机关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 因为我们水利网也都是中央主管机关 是这样子 那个主委 很多界面上的接轨 很多界面上的接轨 那也脱离的话 不了县市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比如讲的话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是在灌溉区里头 以后我们的水利 我们水利新设 新设来讲的话 你也跟县市政府也脱离不了干系 所以我也就是说是提醒你们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水利法 这个水利法来讲是中央当然是一定是农委会 那在地方 如果说这几个要拿掉的话 我当然也尊重农委会 但是我在这边是最主要的问题 这个修正东西 没有人得记 就是说金水工程的界面接轨来讲的话 是两个 是两个是基本上 虽然你们是上下层级 但是实际上是脱离不了干系 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这部农田水利法 那么主管机关的话很简单 就是农委会 你就全部要承受起来 在灌溉区里头 那我也没有意见 就把我这个修正东西也都拿掉 没有关系 好 谢谢委 因为目前各地方政府 也没有这一个相关的 这一个设置的部分 但新建工程跟这些业务上网 一定是跟地方政府要密切配合 这个完全同意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一个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好了 我同意拿掉好了 好 谢谢 同意拿掉后会不会来集齐呢 我帮你集齐一下 那没有 我们就照院版 好 谢谢 这个刚刚书委员刚刚讲的有道理 他讲的有道理 所以我看这个条款要不然保留到协商 不用了 所有委员自己都同意 好 来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条 我看先保留下来 陈廷飞委员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而且如果说刚刚主委已经说了 目前几乎所有的水利会的全责都是中央 那现在在新建工程当中确实也有配合地方政府在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什么争议 我觉得就依照行政院院版通过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照院版 刚刚苏委员讲的很清楚 他这个两个界面 中央的部分当然在政策上面 或者是说他在整个规划上面 他当然是中央是农委会在做主管 对 但到基层里面 那基层里面很多都直接要靠基层里面 那些人去那边搭配 所以你说你跳过了县市政府或者是直销市政府 我是感觉说这样将来 我们在执行政策水域的工作 天赌没损失啦 他苏委员这样的考验其实是很周到的啦 所以我是感觉我会照苏委员的意见啦 等一下 那个先杨琼英委员 接下来赖瑞隆委员 接下来苏志芬 我觉得我非常赞成那个苏志芬委员的提案 因为刚刚主委自己也说了 我们在整个工程方面 必须要有这个地方 在地的地方来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比较周延 而且很多细所的事情 不可能你说一条小水路小水沟 就跑到我们的这个 我觉得 所以我赞成我们那个应该是要在直辖市呢 是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委县市政府以上我的建议 来请乐乐隆委员发言 这个可不可以请主委或论会这边讲得更清楚一点 如果这个照院版通过的话 会不会在实际运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啦 那如果是那个可不可以再把它想得更清楚一点 让委员们更清楚 其实我跟所有委员报告 我想那个 那个 那个林文委员 等一下我先让大家发言完 来那个苏志文委 接下来是孔文几位 OK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 以前我在云立县县县府的时候 我会发现 管府要做的工作 水里会如果不可以插你 他就是不可以插你 所以这点就 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都放在农委会来说的时候 那好处到底是在哪里 我是说过去就对了 过去我在婚人管管政府啦 当然我不是在说林文锐 在当水里会会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我是在说的时候 过去来说的时候 如果政府要参加水里会 如果要交通 基本上是不得其门而入 如果要插你也可以插你喔 好 现在如果过时农委会 过去都沾起来就对了 你们全部的话就是概括承受 所有的灌溉区内来讲 所有的工程 那全部都是农委会主折 拜就是说 管政府如果有什么样的抗计 是要插你嘛 这样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是 站在上级就是 你们就是一个主管 也是一个主导机关了啦 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说 这样农委会的话 更有企图心 那好吧 你概括承受就给你们嘛 所以是最后我就退 退的意思 所以我的这个修正动议的话 可以撤啦 我相信你们温瑞会 我们来说这个啦 他如果说农委会 他要统管 他要统管 就对了 那就一管了 再来讲 就是这样 过去来讲 就是以后的话就云林分属 你就想想 现在的云林水利会 以后就是云林分属 那你云林分属来讲 你等于同龄了啦 没有 同龄了 书委員这个是 你讲的也没有道理 但是他现在 那个没有 组织法没有通过啊 如果他组织法里面有通过 我们当然可以去考量 这个分属 跟我们先市政府怎么去搭配 我们里面如果制定好的话 当然是可以啊 没有啊 那这个过后 也组织通证 没有看到组织法里 所以这个我们 在我们政的感觉来说 但是组织通知来说 他也没可能去违背母法嘛 所以已经都 里面我们的母法里面 水利法也讲得很清楚 你做过的管制中啦 当然你也是有感而发啦 这基层很多农民的工作 事实上不是你们中央可以做的啦 你根本人家改这就没理啦 你本来这就 这很多都是 每个地你的工作嘛 没有啦 那农民在过去 运动都很好学 你们人家改做这样 人家说 你们这个公务团队说 会大大这些农民啦 破水工这些管理好学 这我都没什么要相信啦 尤其都没经过的算计啦 来 那个等一下 那个接下来是孔文集委员 之后是陈超明委员 谢谢主席啊 那我想 这一条先保留一下比较好啦 因为 你将来这个农田水利署 将来成立之后 你不是要设几个分数 15个还是17个 17个 17个分数嘛 那利署在各县市 所以那个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在 那个 是设在 对啊 但是你不是有分数吗 加南水利会 他就是 水利分数 就是分数 对啊 那他服务的话 那17个分数也是散布在各 各县市嘛 对不对 但不是一个县市一个啦 我知道啦 但是所以我是说 你各县市的分数 你把这个 地方的这个权 权限还是给 县市政府 那你不可能说 我中央就一个属而已啊 我提醒一下 现在的修正 其实你就把水利署 以后的农田水利会 就是像现在的水利署一样 水利署是安得在经济部底下 所以它跟各县市政府没有关系 水利署要做任何的河川整治提防的工程 它或许会跟地方政府 去搭配 或者去告知地方政府 但是直接管辖是经济部 是水利署去管辖 相对的我们农田水利法 今天在处理 以后变成农田水利分数 它的主管机关 是由农委会一手 来主导主则 所以它的下对上的主管机关 是农委会 不是各县市政府 所以刚刚 苏日芬委员也了解到这个状况 你把它想成 以后就是像水利署这样 它有几个河川局 那个河川局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水利会有几个分数 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精神 可不可以 主席让我先跟各位报告 就是如同刚刚主席讲 我第一个跟各位保证 只要母法通过农田 农委会里面的组织法 一定会有农田水利署 等同经济部的水利署 这第一个三级机关 然后农田水利署底下会有17个分数 就把既有17个农田水利会 会变17个分数 那这个我们的农田水利署的组织法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立 而且一定是会让它10月1号开始来运作 如同刚刚主席所说的水利署底下有各个河川局 那我要特别举例 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在这里有一个县市政府在这里是 我想林会长应该是最清楚 乌山头水库里面 它的管理牵扯到四个县市 为中华、分林、加尼、台南 大家管市政府都要来主管的时候 那个乌山头水库吊水管要怎么吊 它水资源是有跨区域的一个治理的 当你有县市政府进来以后 大家都是为了解体的管市 我先不说 所以我们才会说 如果是刚刚苏委员讲的那一些农田水利的灌溉工程 那些本来就要跟地方政府来互相的合作 那个是另外一个 但是这是牵扯到的是一个所谓的主管机关 那如果把县市政府的角色也放在这里 我想将来在整个农田水利的这一个水资源的调度 或者是棺材上 我觉得可能再请各位委员思考 你处理就好了 不行那建议是不是照院板了好不好 好来各位委员我们是不是就照院板通过好不好 我怕手你不叫我说照院板我们保留啦 我们保留我们支持苏织委员的意见 可是苏织委员 我是反对苏织委员的意见 可是苏织峰委员 因为在直轄市政府啊 做不好事情啦 越多的机关越复杂 沟通越久 大家都中南模 我们都处理过地方的事物一千二十 所以我原則上我支持我们主委的意见 但是这条法案我们仍然继续保留 送院会协商 那你支持就不用保留啦 好啦好啦好啦 来 苏织峰委员 我个人支持我不晓得党团支不支持嘛 苏织委员之后是那个翁统军之后是陈廷飞委员好 我个人就是我支持院板好不好我支持院板齁 接下来请翁统军委员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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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河川、次要河川 啊我們這個官人的一貫的是什麼 大家有一個權責有分跡嘛 他現在水理會的部門基本到現在 完全都沒有 這要怎麼跟水理書的組織一樣 這是沒有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將來我們過去的運作 運作得好小啦 人家水理會過期讓有這些農民也讓我這麼好生 過期水理會也很團結的 也是跟農民上色色相關 這跟我們過期的農會一樣 這都可以說是全國來頭地 農業組織來頭地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可以讓世界各國 包括我們中國大陸議員也來在取經的啊 所以你今天要做這種改變 啊我們就讓管制政府 我們要做他的主管機關 管制政府 將來的解釋我們實施後 你們將來做要怎樣 我們不知道在上面怎麼調整 我們是安心的沒關係啊 啊我們做的管制人 我們就認為說這樣下去 將來就沒有一筆嘛 就要做人家的界面就沒有辦法夾掉嘛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形上 我們先維持組委員這個意見 我就認定這樣比較好啦 來 等一下 那個陳廷菲委員 之後楊琼英委員 再來林文瑞委員 謝謝主席 我想剛剛蘇委員已經有表達了 就是說 經由我們陳吉仲主委的解釋 如果中央願意把整個權責都收歸 而且能夠去做統一調度 統一統整的工作的話 那麼他對於這個案子 他不堅持而且也策案了 所以既然說這個案子已經策案了 那只有維持有行政院的一個提案 那麼我們就沒有爭議了 就沒有所謂的保留協商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保留協商會很奇怪 如果說今天蘇委員已經策案了 然後也不堅持了 然後我們這個只有行政院提案 自己本法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只有這個樣子我們還保留協商 是不是我們對於這個主管機關是有疑問的 所以這個是很奇怪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應該第二條的部分 應該趕快就是把它照行政院院版通過 好謝謝那個林文睿委員 等一下發言完之後我們就截止發言了 好的接下來楊琼英委員 其實審查到這裡 主委 我覺得因為水利會做的工作 他聯繫的界面不是我們想的這麼單純 你記得我們當時在做魏和華登基工廠的時候 那因為要湖島怎樣子 它的這個污染水源的部分 它要排到哪裡去 有很多是有區域排 透過這個工廠然後到區域排 要到我們的這個農田水利高 這個都關係到縣市政府的權責 那到最後到那個大盤 五大合遇的時候就變成是那個水利署 所以它不是我們想像的只是單純的 我規管一個人來管 因為水有頭有味 有頭有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縣市政府必須要保留 而且是在幫你這個這個未來成立的時候 這是第一點我的建議 因為不是我們想的單純統一事權 不是這樣啦 我區域排是我縣市政府管的 我不要跟你同意 你敢不敢跳過 你可以做高價高價廣告過去嗎 不可能的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我們今天在改革 你們說是改制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觀念 就像剛剛主委你所說的 不單純水庫 如果市的管市在管的時候 要怎麼跳都追完 那我們現在水利會也調得很好啊 30萬公項也是在調啊 也是在調啊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在強調 不要再把水利會有負面的說話出來 那這個是我的建議啦 所以我覺得 要保留這個 你才能夠有連結的見面 只要有做過行政體系的人 我相信他懂得這個部分 來請林文睿委員 邱志委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啦 要嘛 我告訴你 我是個人感覺啦 因為在水利會服務的經驗 我們這個主管機關 吼 我們水利會是屬於地方 地方主題團隊的經濟性的主題團隊 而我們管市政府是行政機關的主題團隊 這是兩種從 反過開天到現在就是都這樣進行 所以你會是經濟性的 地方主題團隊 所以你如果說 又勤勢就要管市政府了 這未來你 中央主管機關 你們農委員你們沒辦法做事了 絕對是要水政要預言化 吼 人和地方 政府的問題是你們農委員要去 扶植 去 學生 跟改革的 不可以等到地方水利會在那裡收 吼 這樣對經國農電水利須約 絕對是 不加分的啦 是減分啦 服務不能夠好 吼 所以 我是覺得說 過去 台灣省政府時代 水利會是在一個管市政府裡面的主管機關 也要是管市政府 吼 像我們這看管市南道分寧跟自己的我們這種就是 主管機關是中央農委會啦 加南也一樣啦 其他 都市都總是管市機關主管機關 當時是這樣才會設管市政府啦 主管機關啦 因為他的水事是在一個管裡面而已 吼 啊你以水事來說 你這個管市政府 三管 三管的管市政府意見都不一樣 水利會要怎麼做 吼 所以 主管機關就是 中央就是 農委會 吼 吼 這不能夠加管市政府啦 吼 所以哪有可能說 水利會不會去機關市政府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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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們第二條就造行政院版通過好不好 好 謝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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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今楊瓊營委員啦 吼 他們有提私政動議啦 保留啦 各位委員 陳昌明委員 陳昌明委員 陳昌明委員你剛剛也是 我沒有圈 我沒有圈 我們不同意見 我說你也支持造行政院版 他們講說要保留啊 講的 有啦 保留啦 他們保留啦 他們要保留啦 不是啦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啦 這一條其實沒有什麼意氣之爭啦 在座有很多當過縣市首長的啦 剛剛林文睿委員是水利會會長 也是水利最了解水利會的人 他都已經講出了 在處理水利工作的時候 如果各縣市政府意見不同 互相干和的時候 他們做水利會會長的人要怎麼處理 那現在農委會願意一頭承擔 把所有的水利分屬的主管機關定為是農委會 所有以後的水權分配灌區的整個運作 由農委會當最高的主管機關 那我覺得這樣才能夠避免 你比如說剛剛舉例的烏山頭水庫剛剛在雲林水利會 也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主管機關定為農委會 反而是可以更單一事權的去指揮所有的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的運作 所以是不是懇請各位委員我們就支持行政院辦 有意見啦 那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輒裡面其實也定的主管機關是農業 行政院農委會而已啦 也沒有定其他的 原來的組織通輒就這樣定 那包括行業法、上港法、糧食管理法、農業科技園區設置條例 國際情報工作法、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也都是這樣定定啦 所以我覺得食物上面是可以這樣做的 原來這個農田水利會的組織通輒 那我希望委員們大家如果要保留保留別條 這一條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爭議 是不是他今天要照行政院辦來通過 我們請各位委員同意我們這一條就照行政院辦 我是覺得楊全雄當過副市長 我們市政委員當過縣長 兩個都需要加入縣市政府 你們考慮一下啦 這個 我可不可以加補充一句話就好了 那一個當我們把它縣市政府加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到所有的縣市政府 目前都沒有任何相關的灌溉的一個組織單位在喔 所以到時候就會造成縣市政府自己要去協調 比如六都市要找進化局 這你們都要找的 所以我是建議不要放地方政府 過去水利會做得好你們就要找這個地方出來 這是你們找的 過去的水利會的組織通輒 他的主管機關也是農委會 所以我們這條是沒有任何的改變 主管機關我們還是維持農委會 對一樣啦 都跟原來的一樣 請各位委員支持 我們叫我們的提案 我們修正案 那你現在是要標關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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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條標關 好來支持行政院辦的委員請舉手 那以後經紀委員會通通都表決 不是啦 那個楊委員 經紀委員會長期以來沒有這樣 那要表決就表決了 好啦表決就表決了 楊委員我剛剛已經講過 而且原來的提案人 蘇智芬委員 也接受行政院 也接受行政院的說明 所以他已經策案了 那我覺得不要意氣之爭嘛 主席 要不然就保留到最後再來處理這一條啦 好不好 我們前面先繼續走啦 好不好 最後再來處理啦 這已經處理了就不要再講了啦 好不好 這不是急的問題啦 主席 沒有啦 前面什麼問題 立場都有問題啦 好不好 你們說好 法令你們就說不能表決要理智 以前是怎麼樣在做的 主席 不是我剛剛是請問大家 我們兩個黨團隊是堅決保留啦 如果你們不保留就表決嘛 主席 是你們說要表決的啊 主席 主席剛剛主席有句話 大概要糾正一下齁 我不是策案 我是同意願版了啦 結果協商討論完以後 我就同意願版好不好 但是這個比較策案好不好 我剛剛的講法是說 蘇智芬委員也接受行政院的解釋 好 對不起我剛剛多講了兩個字策案 對不起我收回齁 不是啦 我覺得這樣啦齁 這個 這個案這一條條文其實沒有什麼重大爭議啦 也不要用這樣子去恐嚇威脅主席啦 那也是徵循大家的意見 因為你們僵持不下 我說那是要表決還是怎樣 你們也說好 主席 休息三分鐘老闆 再協調一下好不好 休息三分鐘老闆 人人說你們是不是要表決 你們也說好 那我說那就表決 那你們現在要來嗆主席 沒有誰叫主席啊 楊全英委員就嗆主席啊 那這有什麼道理咧 保留這個真的沒有意義 我今天不是阿白耶 我都讓你們一直發言 一般是要表決以前 大家協商一下 因為立華燕委員會很少表決團長 你也支持任版嘛 然後你現在要表決 不是我任版 但是我黨團裡面每個人意見不一樣嘛 我也不敢去要求他們嘛 你們就沒有道德意識嘛 你們明明知道原本是正確的 然後你現在硬要擱置 硬要保留 這很奇怪嘛 然後來嗆主席 這有什麼道理呢 已經 他們已經進行表決就表決了 什麼關係主席 你們怎麼都讓我不起來 他們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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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威嚇 這就差小了 臭什麼臭 水管要不想幹 水管用不出意見 還給你好 我是薇永 薇永長 薇永長要負責任 梨風 梨風 薇永長 我們在餐廳上都看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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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近都在餐廳上都看過明天 我最近有做明天的問政人生 道德文化 他說常常要報告一下 好啊 好啊 我有看過明天 我們在餐廳上都看過明天 我們在餐廳上都看過明天 看你都要想換我出去還要去找我 好啊 謝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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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來 大家都已經 你來就沒事了 我們等你來啊 沒你壓著我們 我們就退了啊 無常委員 怎麼會吵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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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不知道吵架 沒有 欸 欸 那個 那個 那個誰啊 願意要多一千 多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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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啊 沒有啊 原來你都是有 台北風 都在阿妹而已 你也沒那麼多 就就 你等我一下 你就我自己 OKOK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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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性格需計劃都要放下放回生活 沒有,你說條文 我給你選擇這桿子也都安靜 我問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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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們繼續開會 好 第二條條文,我們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 知識院版 好,那我們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好,來,請第三條條文 來,請 第三條條文的部分 我想那個 蘇州委員的版本跟行政院版本一樣 那中嘉賓委員的修盛動議裡面 我們還是建議 依照行政院的版本 因為他把農田水利設施的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文字拿到後面 這樣反而 在整個立法作業裡面會更不容易清楚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維持 也就是說中嘉賓委員 他把我們的行政院版本的農田水利設施的這個定義的這一句話呢 拉到最後第三,第二項裡面 我想這樣可能會在法規的這個法制作業上會更不清楚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維持行政院版本 好了,同意啦 好,建議照院版 好,同意 好,來,請問各位委員 是不是都同意照行政院版 好,那我們就照院版通過第四條 來,請主管機跟 第四條其實 蘇州委員版本跟憲政版本 我想是大概大同小異 那,感謝口文集委員的提案 但是,跟那個口文集特別報告 您的提案後面我是擔心那個 原住民委員會可能他沒辦法去執行 因為這個是牽扯到整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的 劃設基準、變更繪紙等 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可以不要 把這個部分的這個 最後的這一項裡面的涉及原住民地區的這個 應有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這個文字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掉 那就因為主委你昨天講說有 有兩千多公頃 對不對 兩千多公頃是 本來我們原住民很多 農田水利會會外的很多啦 種稻子的很多 那就是說 既然是要這樣改制 那我是建議齁 最起碼你農委會也要跟 延民會來協商一下 協商嘛 會同會商也可以啊 是不是就是會商啦 那就改成會商 然後訂訂把它改成公告資 會同 會同中央原住民主主管機關來會商 可以嗎 可以嗎 會商 那個 等一下好不好 那個請 陳昌明文之後 黃世傑文 然後再請那個 廖國動委員 好 關於第四條 原則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由主管機關訂支啊 我覺得太上謊 要遠的要扁的 要長要短的 由他們來決定 那希望 這方面加上 由主管機關 由主管機關 訂支 並送立法院審查 好我希望能 主委再加上 送立法院審查 並送立法院審查 那個 黃世傑委員 你說光明磊落嘛 送立法院審查一下嘛 不然你們現在前線太大了 來 黃世傑委員 好我想 這個地方呢 劃設這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這個大概就是延續 本來水利會的灌區了 但是你這邊 說這個要訂定灌溉制度 我想要請農委會 具體說明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 以前我們好像沒有 看過 有另外的公告什麼灌溉制度 因為水利會的制度很清楚在那裡 你現在弄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因為你變得改制成公務機關 你這個灌溉制度是立法嗎 是規範性的嗎 還是其實他是在講基層的組織 還是說 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給我們看到任何 你將來要公告的東西的範本 或是說 我不知道說這個農民要怎麼知道說 以後我的用水 是要怎麼樣來進行 我們這裡面的組織到底是什麼 那因為你這個寫得很大喔 你這個是最上位的喔 因為你這個法裡面 因為你除了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外 你後面還有一個水利設施的範圍嘛 齁 那你現在在 現在的灌區裡面 你要用一個 灌溉制度四個字 來取代原來水利會的自治團體 那你到底要怎麼做 請你充分的說明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知道 好 來 接下來廖國頓委員 廖國頓委員發言完 我們就請農委會說明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主委 剛剛 孔子委員特別提到的 好 你們先商量一下 他不聽我講話啊 我 我有在 我都在聽 你不要一心二用了 專心一點 是 我剛剛聽了這個 孔子委員特別提到原住民地區了 齁 我們不得不再次的 強調原住民地區的特性 特別的地方 所以你們在 定立這個法律的時候 要再更細膩一點 我們就要求原住民地區 看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講個清楚 我們才會放這一條 先講清楚 你們打算要怎麼辦 那個 完全同意 我待會兒完成回應 那個翁崇軍委員 再來邱志偉委員 這個 幾次連來的那個 水域會的運作 都相當的順暢 然後剛剛邱委員特別提到的就是 什麼 灌溉制度的部分 剛剛第四條裡面 他談到的 包括 經濟 利益 涉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然後 農業 經營規劃 農業水設施 還有灌溉制度 要公告資 然後要變更 要廢止 這個給我們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 我們現在根本沒有準備好的感覺 那所以很多東西 好像都是在隨時準備要變更要廢止 那 所謂的灌溉制度 到底什麼灌溉制度 跟過去的有什麼異同 然後它的優缺點在哪裡 我們也完全一知不解 完全不知道 那至於原住民的部分 但是 剛剛 我們的委員長 委員長 委員長 你今天是 有點失責 黨內的意見都沒有整理好 對 那當然 國民黨的意見都整理好 沒有 委員長不用負責任 你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要整合一下我們這個 黨內的意見 對不對 那所以 包括原住民的地區 要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從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 訂定之 或者是 中央主管訂定 相關的法令規定以後 再送給經濟委員會 來做一個處理 哪一種方式會比較好的 但是基本上 委員的意見 大致上是 就是針對我們原住民地區的這個權益 或者他們的意見 要做一個充分的尊重 那怎麼樣訂定會是比較好的 我想這一些 都 可以說 充分影響我們第四條 到底條文要怎麼去訂定 所以 本期的意見還是建議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 做一個 詳細的了解之後 再做處理 這條也是暫時先保留一下 來那個邱志偉委員 其實這個大家都 在地法案服務也審立過很多法案 我想這個 這個行政授權部 我先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第四第五 關於這些 化設基準變跟廢止 還有這些基準的這個相關事項 辦法 粗固大概有多少 你辦法 你要訂 差不多要訂多少 辦法 所有的這個母法通過以後的職位 我訂定總共要有十一個執法 十一個執法 十一個執法 十一個執法應該都相關都有準備 是 所以這是立法的授權 當然我們 理會他 全對母法頂好 相關的執法 譬如說 那個 工廠輔導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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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頂母法 相關執行面 執行面 執行面 那些配套執行面 都是受款行政機關 主管機關來訂定 這是立法的觀念 就是這樣 這是立法管理 所有的法領立法管理就是這樣 是 如果說 像其他委員有說 你的相關的辦法 還要送立法院來審議 哇 這樣就麻煩了 以後所有的這些法領 受款行政部門訂的 都要什麼訂的話 哇 我們沒辦法進行 其實 這個部分就是 按照一般的立法管理 至於行政授權 立法授權的部分 行政部門一定要好 訂 訂 你一定的機制 讓立法院備查也可以 你說什麼 哇 可能大家說意見都不一樣 所以我是認為這個部分 按照一般的立法管理 至於立法授權的部分 好 我先請陳吉仲主委先說明 待會再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那個剛剛針對第四條部分 我想很抱歉 沒有讓各位完整了解 我先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本來就是在立法院通過這個母法裡面 他的第五條 他就有訂定說所有水利會要服務的這些區域的範圍 要去把它訂定出來 那本來這樣的體系就是這樣在走 那我們現在在第四條 也是希望要農田水利法通過以後 我們的各分數裡面 我們在處理的這些農田水利的服務的設施的區 事業範圍要把它匡定出來 那我們的匡定呢 本來就是30萬公頃有在服務的就會 那像原住民地區的 我們也同意 我待會會把文字請法規會職密跟各位報告 以後我們要扣到範圍 我們就把它公告劃定進來 這是一個所謂的行政的程序的作業 我想林委員應該是很清楚 本來各水利會都是這樣在運作 如果今天要再把這一個部分 再每次拿到立法院來審 哇那 緩不計其啦 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不會啦 沒有啦 我意思說的是 如果這樣原住民要劃一個2000公頃 未來也是某一個分數 農田水利分數要去服務的 那還要立法院審查通過 立法院都動作說我們很厲害 其實沒那麼厲害 不是 是我們改天沒中 一四條的精神 所以我的意思說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 你這個面積範圍什麼都沒有講嘛 關鍵制度都沒有講嘛 我們怎麼會得了解 我剛剛還在請教他 我這真正爭人 我就都完全 是啦 我說我們沒有把第四條的立法 意思跟各位講清楚 那我現在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是不是相關的話 製作業齁 有關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同意 那可以用會商 那文字部我先請法規會執命來說明 那如果執勤的細節 我可以再請謝處長說明 好啦 瞭解啦 好啦 先保留啦 先保留啦 瞭解一下 是 清楚啦 瞭解啦 主席跟各位委員 我這邊做個立法技術上的建議 那針對孔文基委員放在 就是說涉及原住民族區域的部分 把它放在定定辦法的這個地方 有做一個會商 事實上第一項 第一項是 龍天水利事業區域的劃設公告 第二項是定定所謂的 區域內的灌溉制度的一個定定公告 那第三項是授權定定辦法 所以如果孔文基的委員 是針對所謂的 化設灌溉制度 化設龍天水利事業區域的公告 涉及原住民族區域要會商的話 那建議放在第一項 那文字的話 文字的話就建議說在 第一項的議同祭典 後面的地方加入 涉及原住民族第七者 由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公告之 以上建議 那主持我可以再講一下嗎 等一下等一下因為有其他委員舉手了 先賴賴龍委員 再來陳廷菲委員 再來廖國棟委員 好 針對那個原住民族分 我想我支持那個 農委會的修正 我想這樣的方式可能是比較妥當處理 那至於大家所擔心到的 我還是建議 其實這個是一個母法 那原則上我們都在 立法院訂定法律是母法 那相關的執法部分很細 那個部分通常都是由 立法授權 給行政機關來處理 那授權完了之後其實 依照我們的相關各項程序也都是必須要 將來他訂定完之後 還是必須把這些東西送回到立法院 然後提報立法院的會議來 來這個審 被查了 所以我想這個程序上面 歷來很多慣例都這樣做 所以我是建議 是不是能夠支持 這個行政院的版本 那再加入剛剛修正的原住民的這個條款 為做修正 那這樣的話 這個法制應該是完備的 好來 陳廷菲委員 接下來 那個 謝謝張委 我想對於原住民的這個區塊 我想我也同意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行政院的這個修正 那第二個部分剛剛有委員也提到說 那這些執法的部分 是不是要送到立法院 來做一些相關的審查 那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 既定的一些SOP 就是說我們的執法定定之後 還是一定要送到立法院被查 那所以我們還是看得到這些資料 有任何問題 我們當然就可以提出有一些相關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沒有任何的衝突 也沒有任何違反我們的程序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說因為只把我們擔心 是不是會這個完全授權 而造成跟我們的母法有所漢格 而且沒辦法照顧到我們想照顧的族群或區域 那麼現在這個部分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還是要送到我們立法院來備查 所以就可以解決到我們剛剛我們委員的質疑跟爭議 好謝謝 接下來請廖國動委員 下一位黃世杰委員 還有陳昌明 那為什麼今天要特別提到原住民的條文 那個主委你要再 我把這個話再拉高一點 今天我們講原住民的這個政策 都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 你知道 那個條文寫得非常清楚 經濟水利 這四個字是明載在我們的原住民相關的這個 徵編 我們的那個憲法的徵修這個部分 在第十項 我們回去看一下 包括那個政治差異啦 交通啊 水利啦 這個都明明寫在那邊 所以高度是非常高的 你們不要漠視憲法這麼嚴肅的話題 而是要對原住民地區 真的是要特別的 給他們一個關注 我不敢說關照啦 但是你一定要關注這個 他的特性 他的特別 他的區域 他的人民 農民啦 不是人民啦 農民的這個特色 你們一定要考慮到 然後特別給原住民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政策 等一下 黃世杰委員之後 口問幾個 我想晚上最後問一下 剛剛我問你們什麼是灌溉制度 結果沒有回答 為什麼特別問這件事情 沒有錯 很多的執法 我們都會授權行政機關具體去訂定 但是 這個裡面如果涉及到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重大的 還是必須要在法規法律的層級來訂定 這個是法律保留原則 所以說 我會希望你們很具體的告訴我們 這個灌溉制度以後你們到底要寫什麼 因為你是要取代 原來水利會做一支團體公法人 他們跟會員之間 的這個權利務關係 你要用這個灌溉制度來取代他 如果你沒有很具體的告訴我們說 這個以後你們要寫什麼 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立法授權 讓你們全部自己去做 這個部分請你要具體來說明 好謝謝接下來陳超明委員 首先 我很感佩黃委員的勇氣 因為他很了解這個水利會的系統跟制度 他提出來一定有特別的用意 那一般來講 執法由主管機關訂定之類以後 是送立法院備查 備查裡面 你如果要改為審查的時候 一定要立法院的決議都是才能改為審查 但是這個空白授權的權力太大 關於區的水利會 將近2500人 關於區的水利會 所有的支支系統 包括以前跟未來的怪人怪人 那個規則裡面可能都有改變 那你這個從公法人的團體 你改為國家的公務機關 一定要很審慎的訂書 所以這邊 國民黨他有一個 統一的 一個決定就是說 如果你改為送立法院審查 審查你們人士也多 但是讓每個立法委員都能了解 我們這個農田水利會修改的指法 到底是怎樣的狀況 我們就 不保留 如果不 不加上 送立法院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採取保留 我也跟主席 這個實在是關係的 人民的權利 的利益非常的大 我很支持王委員今天大膽的講出來 謝謝你 不然啊 大家都覺得改了 人士多都覺得是合理的 其實這本身本身就很多不合理 不公平正義在這裡面 肉大堆 現在有肉 很好的 好 接下來孔恩基委員 然後翁重軍委員 剛才謝謝這個主委的答覆 這個我們這次水利法的草案的制度 就是要打破灌漆外的差異 那我們也知道 原住民大部分的農田 都是在灌漆外 所以過去呢 我們非常的辛苦來爭取灌漆水浸 那 我們這個水利事業區的畫設跟變更 本來就是要尊重 原住民地區要尊重原住民地區的意見 那你剛才講說要擺在第一項 但是這個是畫設區域的範圍公告 但是如果是基有的範圍的話 要變更的時候 那怎麼辦 第一項就沒有辦法 你的既有 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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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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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肯定 他的意見 那其實這一條 基本上 關係整個 我們所有的農田白水相關的灌溉 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條文 那 我們陳創民委員剛剛講到的是希望說將來能夠把這一個部分 他能夠送給經濟 就給經濟委員會來做一個審查 基本上是比較有道理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第一個 灌溉區 灌溉區域的部分 如果說你要分灌溉區內跟灌溉區外 或者是說 將來我們要怎麼發定它的範圍 你既然今天 農田水利法你要做一個整體上的一個變革 或者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制度上的改變 那其實我們應該就是要 針對我們現有的農田水利會 你就是覺得不好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改變 那你現在應該把灌溉區的部分 到底這些範圍的劃定 到底有哪些需要改進的 那如果不改進的話 我們將來要怎麼去銜接灌溉區的擴大或者縮小 或者灌溉區外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灌溉區 跟灌溉區外 大家要做平衡 你這個等於都完全都沒有做這些評估 也沒有做這些說明 然後你說要沿用水利會 那水利會你如果要沿用水利會 你如果要繼續有水利會 繼續存在繼續放去運作就好了 你幹嘛就是要人家的人 又要人家的錢 改變感覺就是不太好嘛 第二個 灌溉區裡面 灌溉區裡面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到底是要 一期的灌溉 兩期的灌溉 還是三年倫重嘛 我來講 我們在委員幾月知道這種情形 齁 那是中家的小孩 就有在做慘 還是說說像我們這個水利會 你這些都沒有講 欸 兩期很慘 還有一期很慘 要三年倫重 這將來有的就是 金融到土地的價格 我們去做這個 我們會送錢給你們 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啊你水利會 到底他過去化溫的 到底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今天要改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聽大家的意見 來做個通盤的檢討 檢討完以後 我們認為說 啊 這個我們應該要做怎麼樣的改變 那我現在改變起來 會更符合地方的名義 我們會比你水利會 以前有的資料不好嘛 所以我們現在被人收回來嘛 結果你們都沒有 啊然後就叫我們做錢 空白做錢給你們 啊叫我們通過這個條文 啊因為我們委員長還有說 叫你們拿回來審核 要必備查 啊那是要叫我們怎麼通過 所以這個條文 假設我們今天 如果說這個條文 沒有說 將來還要經過審查的話 沒有把灌溉的面積啦 灌溉的制度啦 這一些把它講清楚 將來要怎麼做的話 我們不審核 我們定義空白做錢給你的話 我們實在是很擔心啦 因為我們人家人家也沒有搞嘛 你也沒有那麼多人材 可以了解這些啦 啊這個部分啦 不可以說維持我們委員長講 我們陳委員講的說 我們這個部分 將來要經過立法案審核的話 我的建議還是 這個條文還是要保留啦 我們可不可以跟各位委員 我們心平氣合的來看這個條文 他其實就是兩個 剛剛講的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要把所有的農田水利的 服務的這些設施範圍 要完全的訂出來公告資 他一定會就既有的30萬公頃之後 慢慢的去把這些再擴大 所以絕對是擴大服務範圍 那我們都要 注意喔 這個條文裡面是我們 事業範圍出來 要公告資 公告給所有的農民知道 未來我們服務的範圍 這第一個說明 本來農田水利組織通則 母法 就有這樣的一個授權 我們只是把它搬過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尤其是剛剛黃仕傑委員特別提到的灌溉制度 以前灌溉制度裡面都是內規 我們這次在母法裡面 就完全的把它講出來 而且要公告資喔 談到翁崇峻委員說得對 北中南東每一個灌區的齊作用水都不一樣 我們這時候 要母法已經有這樣的明定以後 我們執法當然更會依照 既有的這樣的一個灌溉制度裡面 完整的公開透明 那這個執行的細節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謝處長告訴各位 我們預計的灌溉制度的執法 是怎麼來執行 好 那 跟我說明喔 其實 有一些地方 它是一年二期做田 那雲林彰化佳南 有些是 一年一起做 或是兩年一起做 或是三年一起做 我後拍李文教倫 他有這個資質 那以後我們公告整個範圍出來 我的事業區範圍出來之後 我一定要跟農民講清楚 這地方的供水的秩序是什麼 你是一起做田 我只能一起做田的公關 你是漢做田 漢做田就是你在整地播種的時候有 或是你在什麼時候才有供水 其他時間是沒有供水 讓農民知道說我的供水秩序是如何 農民可以很容易地去取水 好我想喔 我要再澄清講清楚一點 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 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剛剛主委講說 過去這些灌溉制度 都是叫做 你把它叫做內規 錯了 或許你們看起來覺得 是內規 但是這個是經由 自治團體共法人 透過他們直選出來的 會長和會委員 去通過的 這個東西不叫做內規喔 這個是他自治團體裡面自己決定 出來他們要怎麼做的東西 好了你現在不能講說 我把它改制之後 然後現在的程序就變成完全用 行政機關自己單獨來決定 我們不是說公告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因為你公告的東西叫做結果 我們現在是在講 這件事情灌溉制度 它牽涉到像剛剛我委員講的 農民的權利 土地的價值 這些東西跟人民的權利物有關 所以它的訂定過程方法很重要 是不是說這一條 具體到所有 因為這是一個長久的制度 不是只有訂一次嘛 對不對 以後跟應應氣候變遷也好 或是我們農業政策的發展也好 它都會在變動嘛 所以它是一個會一直變的東西 那我們需要在這個條文裡面 去看到 到底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怎麼樣 才能夠跟我們的農民來交代嘛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還是建議說 如果只有說明到這樣的話 我們還是應該保留來協商 那個 如果是這樣齁 是不是我們 楊委員 林樂委員 主席 謝謝給我發言的機會 主委 當這個條文 您剛才有報告 很負責任的報告說 制度之後必須要公告之 但是在為公告之的時候如何自定 民眾如何安心 我舉一個例 我們只要在這個大家開的體系 我們只要在這個大家開的體系 隔壁三議 這邊 後立的泰安 這邊整個都沒有水 三議說他們那邊也沒有水 要怎麼樣去調和 這個就是說 在水利會的工人 他們去做調和 而且每一個縣市 所發揮 種植 推廣 的農作 又不一樣 這個不是只有單單一個水權 要怎麼去調 而是還要配合各縣市政府 農委會這邊 你們在推廣的 他的農作 的項目內容 大家的需求 時間等不一 所以他牽涉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還是建議 因為在你所謂的改制的過程當中 如果讓人民不知如何的時候 那我想所有的立法委員 也不可能再不知你們如何制定 空白的授權出去 就像你說的 大家要好好平心盡氣的 好好來討論 因為制定下去 會影響非常的這個甚遠 我們希望是好 要加好 所以我具體建議 我們委員長 已經有提了一個案子 也就是說 希望大家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之下 來制定這個法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特別要再次提出 您一再的說一定要擴大 但是我們現在 我記得在我們審查的這個討論的時候 質詢當中 您曾經說過 你現在的修根 的條件是更好的情況之下 大家輪著在做 那所以觀光為什麼堅持說 務必要讓大家透明的知道它的方向是什麼 比如說 30公頃的灌溉農田 你要擴大 我們很感謝 到38公頃也好 我們請問 水泉從哪裡來 現在整個在調度 總total量在調度 那我們也希望要知道 能夠增加面積數一定是 在我們的總水量裡頭能夠增加 比如說 在我們的泰安 我們的古霞 我們的太平川 整個都沒有水 所以我們只好 去從大賈溪 飲水灌溉上來 閘門雙向 老武前的方式去做 這也是農民 跟水裡會去收出來的保守 好 我覺得太厲害了 可是也很辛苦 大水一來 有可能就沖掉了 很辛苦 所以 就觀光在總量方面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本席還是建立 我希望說 在我們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看不到 要了解到底 他的制定方式是怎麼樣 是一個公開透明 才有討論的空間 以上建言 請點查記的提供裡面的公佈 來 林文樂委員 主席 主席 主委 小市長 段階最多 你不清楚 你不要亂賣 什麼在亂賣 我們水裡會亂賣 你知道水款怎麼來嗎 這水款是 當時民國五十萬年 我們在開放我們的農業 基地的時候 你的冠牌 設施 完整之後 政府才會說 出來做仲裁說 我們這條路水 有多少水 你中華水流的中華館這邊 你開發完成的2萬4千公斤 我給你水清多少 你的冠牌水量多少 會等給你三年 一續三年 二續 這才是 三續 有夠水量 你才叫這個冠牌制度 下去安排 我們分年這邊 開發6千公斤 我們水管 才20多%而已 你沒有開發完成 我最不用你 所以這冠牌制度 這是 久了十年了 我告訴你 你冠牌制度 我告訴你 天來台灣 絕對天來台灣 我本來這個時間 我落水裡 你怎麼沖到沒了 齁 所以我這 不要親切講講 這是 很重要的事情 冠牌制度 你要知道 水流的 是多嚴 不可以外出 陰水 不可以外出 冠牌 也不可以外出 白水 我們每一個區域 裡面 都經過 水裡計算 齁 多少水量 冠牌多少 水流 漢漢也好 這都分配得很好 排水 我製五十公斤 我做什麼分流 我可以做多少排水 經過國小中大排 這樣 湯到大海了 所以 這種東西 絕對不是說 你親切廣告就可以了 這 裡面是很好的 很好的 所以我說 你們要很誠意的 要很誠意的 不然這我說得聽 這如果這些農民 如果將來的關係 我們不放心 就是在這裡 不是在跟你們 搭檔搭 可以嗎 齁 你沒有燈出來 你們都沒看到 第一 我們實質 我們沒有把關 第二 不是後來製造混亂 所以說 我 真的有那個誠意的 所以你們都很信重 齁 以上 好 那個 陳昌明委員之後 邱晨媛媛 之後我們是不是就戒指發言 好不好 主委 我這個問題 你真的要深重 我要舉一個例子 禮潭水庫要給我苗栗的燕里通宵 齁 到現在 我把它算了 大概欠苗栗燕里通宵 20.51噸 說要關蓋用的用水 一年多少 我還要再算一下 齁 但是到現在我統計了 大概欠了20.1噸的水 要關蓋用的 但是每一年 這個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那個 林委員在講的 在 難的態子が 根本身是因為櫃蓝共飼好水 韓國庫難的含水 跟公共物物的含水第一優先 結果每一次 都要有 灌溉修工 啊 灌溉修工是水歷史出資 hidden from the� 你的水要從哪裡來 你要擴大灌區到底在哪裡 你的灌仔制度 ацию debe deve 覆蓋管bnnn 你雖然授錢給你,但是只無法的話,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這樣大家都沒人說 你只要送出來,經濟委員會的委員都會努力 都一定會很快把你審查完了 這樣好嗎?這樣讓你過了 不然就要保留了,不然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變 2500的人,5千多公圈的土地都在你手裡 在你爲啊,在你創啊,我們怎麼知道 好,來下一位邱成員委員 謝謝主席,感謝我發言 這次農田水利法的修法 經過早上的廣泛討論,跟昨天整個詢討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次的修法其實還是造成超越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我這邊還是代表民眾黨希望農委會能夠虛心的廣大意見 那延續我昨天質詢的時候提到的 本期希望這次的修法真的如果說真的順利通過 可以像農委會主委所說的 能夠有效去分配水資源 因為下雨天是看天 但是用水還是看人 尤其我本身是台商的背景 那我也蠻關心就是說 未來包括疫情之後的這個台商回來投資五缺的問題 如果能夠透過這次的修法 把這個水資源有效的分配 這也是我們所樂見的 那昨天我們也問到說民間希望蔡總統落實 防止工業廢水混入民生或農業誘水的部分 那如果以後水利會 這邊被賦予公權利 在排放汙染 清道廢棄物等 這個相關的法令 將有所依據可以取締 這部分是長年的問題 希望真的可以改變成真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聽到很多這個立委前輩 包括說區域的立委 還有就是說我們各個縣市 有擔任過縣市首長的這個前輩 都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呼籲還是要這個理性務實的方式 來科學治國 那我們不要有太多這個意識形態 那也請農委會 可以這個虛心的廣大意見 那在這個部分取得最大的這個社會共識 來推動這個修法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想這一條大家經過一個小時的這個討論 看起來意見很分歧 這一條我們是不是就保留 好 主席那個保留是照剛才他們講的那個 第一項增加的那個保留吧 就看您同不同意啊 你們如果都不同意的話 對 保留啦 但是驗版的部分他們接受了嘛 第一項那個 那個針對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是接受孔委員跟那個廖國東委員 好 那就原住民的那個部分就 文字 不是你還是要全部送給保留吧 文字修正後保留送院會協商 好 謝謝 來第二張張明 沒有意見 好通過 來接下來看第五條 第二張張明 張明沒問題 張明還有意見 張明沒意見 張明 好 委員長沒問題啦 好啦 來接下來我們看第五條 請那個農委會說 我想第五條的話 感謝空委員這邊的提案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那個 整個相關的文字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就是在第五條的這一個 第一項的最後一統那裡呢 我們加入底下文字 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 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公告資 我想這是第一個 在第一項後面加這個部分 那接著在第二項的最後呢 再加上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定定之 定之 也就是說在第五條裡面的一統的這一個 後面呢 我們把空委員的文字呢放進來 就是把原來類似第四條這個文字 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 都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公告資 放到這個後面這裡 那在第二項的最後面的這一個 辦法這裡呢 插入一句話 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定之 好來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那這個跟我那個是一樣的 對對對就是把你的文字放進來 文字對我們就是把你的這個提案的文字 對對對我想這樣的話 這樣就更完整 就是主委你現在講的沒有沒有 主委你現在講的就是 就是把最後那一個我建議的那個加進來嘛 是不是 對對對 會商嘛 會商中央水利主管機關 對 好 那我們第五條 沒有意見我們 黃世傑委員 不要這樣啦 這個第五條沒有意見我們就先通過吧 好那個黃世傑委員 我主要是要問一下 因為本來我沒有看到那個楊委員的那個修正 但是我剛剛我在看這個條文的時候 你的立法說明就很奇怪 你的說明裡面講說 因為這個 要主管機關 跟水利法主管機關分工合作 涉及 這些 水庫 蓄水範圍 河川範圍 排水範圍 與浪天 水利設施範圍 管轄充電部分 人需經水利主管機關核准 好 這個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你剛剛修正了之後 其實你變會同嘛 好 你這樣自我矛盾嘛 而且你原來條文裡面 竟然沒有去寫這個事情 在你立法的理由裡面提到的 好 那你這個裡面到底 你未來 你未來對於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轄權 你是認為你跟人家共享嗎 那是跟你做一個小孩 要人家合遵你才可以做 好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都是在立法的層級啦 好 今天水利署的代表也沒有來 好 有嗎 那你們可以說明一下 好 這個條文要怎麼樣寫 不然如果管轄進何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處理 好 請說明一下 好不好 我們請那個 那個立法說明是不是 請你們修正一下 然後再提供給委員會好不好 不是 好 委員這裡做一個報告 那現在這個法律裡面 他有針對農田水利設施的定義 那事實上是跟水利設施未來是不同的 那如果是水利署水利法的管轄權是基於水利設施 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轄權是在農委會 但是由於農田水利設施 如果他位在河川區或是這裡鎖獵了相關區 事實上他的在他的功能發揮的時候 是必須讓水利主管機關知道 一起來考慮 包括在水資源調度 以及在這個防洪的功能上 所以 呃 剛才這個委員建議 那個會上中央水利主管機關這一部分 那農委會主委這裡也已經回應了 我們將納入這樣會更完備 那這個沒有涉及足完全限 好 因為你現在這邊寫的只是你畫設的時候要怎麼做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畫完之後 是不是照剛才我們水利署都代表講了齁 如果 會商畫定之後 以後那個區域就照你本來認為是大家共管的 未來就是優先 由我們這個農田水利的主管機關來管理嗎 是不是這樣這個意思 請你提清一下齁 我說是後面運作齁 你公告之後後面運作管理維護上面齁 在會商的過程中我們水利署就會針對我們所關切的相關事業 來提供意見 那一旦 雙方在這個農田水利設施的規劃設計營運中都已經 營運的功能都已經達成共識 那當然所有主管權責都是屬於農田農委會或是未來的農業部 你這後留下紀錄齁 以後你們這個權力是交給他們齁 這個是優先齁 這個是特別法齁 是這個意思嗎 齁 那個那一件我們第五條就叫這樣修正通過齁 謝謝 來第六條 這個第六條林文衛委員有建議要刪除齁 那因為這個文字的立法是從那個類似水利會這邊 水利法這邊過來 那我是不是看水利署這邊 是不是也可以來表達意見 我們這個部分都可以尊重 第六條 來 進流分攤 等一下我先請水利署休明 對不起 是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進流分攤它是一個流域的概念 特別是如果是在農田水利 它目前的灌溉區域的這個事業範圍內 它其實對進流分攤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們 我們才跟農委會協調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條文 以上說明 等一下那個廖國頓委員先 我那個被建立刪除是什麼意思 那條文也不見了 內委員你等一下好不好 那個先讓黃世傑委員講 那個是你們的提案 是林文內委員要求要刪除 所以剛剛水利署在做說明 我講一下 因為看起來很合理 因為這個區域灌排水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想 你沒改字之前 事實上當然 因為我們區域排水做的很少 連都會區都不一定有做好 所以廣大的農田水利會的灌溉溝渠 被拿來當排水之用 一有淹水找水利會負責 雖然這個不是它的業務範圍 但是水利會承擔了很多 莫名的業務量 結果你現在把這一條盯到這裡面來 我想請問一下 講了那麼久 說要灌排分離 灌排要分離這件事情 在這一條裡面是不是被取消了 所以我想要釐清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農委會 你將來要成為農田水利的主管機關 這件事情不能全部由水利署來決定 你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你們後面有灌溉水池這個東西 可是淨流 它不見得不會對這件事情造成影響 因為你們這個是很大範圍的 抽象的去寫而已 請問你們具體保障 你們本來說要灌排分離 保障容易用水那個機制在哪裡 請問你們要講一下 來那個請說明 好謝謝委員 那其實灌排分離已經推了好幾年 那這幾年成效最好是在彰化東西二三郡 那真的是把該我們農民要用水的部分 跟市區排水隔開之後 其實那個地方的整個的水質就改善很多 也沒有列管 那當然這種案子不是說馬上做就可以 有一些可能還要逐步來做 因為有些區域可能是比較麻 其實這幾年在做灌排分離的這個 推的成效是不錯 那另外跟郵恩委員報告 其實第六條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這個土地裡面 大家要共同來承擔整個下雨之後的一個風水 所以在這邊是一個宣誓性 就是說我們農田水利事業 也是結合水利法的一個概念 要那個淨流分攤分流管制這個一個概念 是這樣的做宣誓 跟委員補充說明一下 淨流分擔出流管制 它在水利法裡面有立法 它只考慮 它考慮的重點是防洪 那至於水質剛才委員關切的淨流分擔出流管制 水利法這個淨流分擔出流管制並未涉及 所以並不會影響這個灌排分離的政策 以上說明 你最後這個講的我聽不懂 因為你水利法沒有定所以就不影響 這什麼意思 我現在講的是實際執行上面 部分是我們是關切防洪 那至於灌溉的水質是由農田水利法的主管機關 就它事業經營來關切 所以兩者並不通路 但是你就規定說這個水一定要進到它那裡去啊 因為我知道灌溉的這個渠道的設計 跟防洪這個分洪的這個渠道設計是不一樣的 而淨流分擔除流管制並不是 重點並不是在於渠道排水的設計 重點是在於在這個灌溉排水事業區裡面 是不是應該要來設置自洪池或者是蓄洪池等等這些功能 那以及是不是要讓它的種子行為的透水率 就是土地的透水率升高 那至於原來的農田排水的部分 本來就是依照農業的需求來進行排放 所以這個部分並不是關鍵的重點 並不是說要把排水排到這個排水路 那個陳廷菲委員 謝謝齁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灌排分離絕對是我們未來一定要走的目標 這是一定的齁 可是我想這第六條應該是跟我們灌排分離這是無關的齁 因為這個是完全是在防洪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如果萬一我們發生了淹水的狀況 那確實是我們一定要趕快怎麼把這個淹水的部分 制洪的部分趕快處理 這才是最重要 因為不可能為了說 我們要這個保留這個所謂灌排分離的機制 然後你也不能去做一個相對的一個調配跟運用 淹水就淹水啊 航龍電都淹了之後 哪有可能還可以去檢修到這個灌排分離的問題齁 所以我覺得說這兩塊其實是不一樣的 灌排分離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未來一定要這麼做 可是我們當遇到洪水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不得不的 所以當然我們一定要做這個公告啊 你沒有做這個公告的時候到時候會有爭議耶 這個爭議的時候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去承擔 而且因為這是中央主管單位是農田水利會 是我們農委會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我們把一些如果說剛剛黃委員所擔心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釋清楚 像我們在我們的立法原意當中去把它立法意誌把它解釋清楚 把它寫清楚這是兩個不同的 我覺得這就可以把我們剛剛黃委員的爭議把它解除掉了 好謝謝 好 同意我們就說明欄的部分再把它解釋清楚 好那你們那個說明欄是不是就把它補充說明清楚 好不好那我們第六條就這樣通過齁 好來接下來我們請看第七條 第七條的部分考慮包括洋全議員的這個建議齁 我們直接建議在第二項的前面直接加一句話 前項一定規模有主管機關公告資 那其他就一樣 好同意 好同意那我們第七條通過齁 第八條 第七條照修正通過齁 第八條 第八條我們同意中嘉兵委員的這個文字的修正 那其餘就是跟行政版本一樣 好同意沒有意見 好同意 你在談談 那其他文字的修正通過齁 好,第八條現在是贊成修正動議是嗎? 對,照修正意見 好,那我們是不是就照修正意見通過,好不好?謝謝 來,第九條 第九條可能,那個特別跟孔文基委員這邊報告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有關的用地徵收土地價格的這些 都有一個評價委員會 那在這裡如果直接要明定這樣的一個計價的這個方式 我想可能,因為這是模仿 所以我們是不是建議這個還是維持行政院的版本? 對我們那個現在的法律 按土地徵收條例的規定都是按市價來徵收啦 那市價是協議架構的金額嘛 但是地方政府的地價評議委員會來評定這個價格 那我們實務的做法是地平會也是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來進行評估 然後再送地平會來核定 但是我們現在原住民保留地呢,因為建地稀少 那樓木用地也不多 大部分都是林業用地啦 所以我為什麼會訂這個款 那我們的估價結果都非常的低廉 所以是不是把這個能夠訂上去 那你說昨天你講說我們原住民有 兩千多公頃啊 如果假定是有 試用到這個的話 是不是可以照這個地價評議委員會 這個加四成 加四成 那個空委員,你確定要把它寫在這裡嗎? 如果未來建價評議委員會的價格可以更高一點的話 你建議要這樣寫嗎? 我是建議不要這樣寫啊 我們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的保留 就是行政院的條款通過 但是我想在針對原住民的那個保留地的 那本來就 評價的部分是不是這個要 建價的標準要優於考量 這個反而寫在 你覺得是 對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啊 他剛剛是建議不要這樣寫比較好 有可能更高嗎? 跟文秀說明 用地徵收 他一定在用地徵收的時候 他有一個地價評議 他就有地價評議 不是說一般這樣子我們的地價 他有一個徵收的地價評議 但評議出來的價格 就是未來用徵收的價格 所以那本來在徵收法裡面就已經有了 你在這邊訂就很奇怪說 我評議完了又再加四成 那評議委員會覺得很奇怪 我評議的價格已經是跟市價 跟已經可以接收的價格再加四成 就對外界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地方又會比較特別啦 其實徵收他已經有一定的程序在走了 主席會建議是不是用附帶決議可以做一個啦 然後這個部分還是採用院版 好我們是不是就附帶決議的時候 把它 好又附帶決議好了 好謝謝 那第九條就照院版通過 來第十條 第十條 這邊劉文蕾委員有提案 那其實 那個劉文蕾就是把我們在第三項的 前項損失補償都因以金錢為之 並以這一個部分刪除 那特別跟劉文蕾報告 其實在法華裡面就直接有把這個金錢 這樣的一個部分的文字寫在這裡面啦 所以是不是可以讓他還是維持行政院版本 我想這樣會更直接 那以上建議 好 第十條 好 第十條我有補充 等一下他還沒說明 等一下 那個林文蕾委員的部分就是照行政院版 謝謝 那那個楊琼英委員的 請主委看一下我們在最後的部分 補償或計價 那最後一項補償加上貨計價 對 因為你這個行政院版是做補償 好 第十條我們就那個 還有還有還有 最後 你們那裡有版本啦 請看完好嗎 加上貨計價 加上貨計價 這個是剛才你同意 那再來 幾部方式 你的是及其他相關這個事項之辦法 那您 看到文字嗎 請說明 我們是不是請法規 那個法制所謂的文字來做說明 對請說 是 跟楊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的提案除了增加貨計價三個字以外 也包含所謂的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那如果依照我們立法的習慣 通常我們會寫說其他應遵行事項的辦法 是因為這個條文相關的辦法可能有搭配處罰的規定 那如果這個相關的辦法沒有一個很強的規制性 沒有處罰的規定 我們都是維持驗版的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可是如果依照我的版本是 反而 因為未來我們現在先制定之後 以後一定還會擴充權力 所以這樣子會更完整 這是我的建議 是 那我們沒有意見 只是提供這樣的想法給委員參考 好 以上 好啦 那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那個 這個安全委員的設定通過 好 來 第十一條 十一條的部分 那最主要是那個 那個理由委員有提到 把那個第二項的第三句話 徵得管理機關同意來刪除嘛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涉及到那個 我們是請國產署這一邊 可以來表達意見 各位委員好 國產署代表說明 有關於第二項的部分 委員有增定說 前段的部分 前項土地如屬無償 不用之國有土地者 這個部分呢 依照國產法38條的規定 是法制法律上的用語 是用得無償不用 另外來說 是不是屬於有償或無償的原則 要回到各級政府 機關互相不用 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發分原則 所以依照法律用語而言 其實應該它還有一個 認定屬於是否得有償或無償 所以建議前項的文字 是按照目前行政院辦 那至於後面的部分 有提到說 要真的管理機關同意的部分被刪除 那就實務執行上來說 農田水利會目前造就使用的土地 除了國產署 儘管的非公有土地之外 還有目前其他公用財產管理機關 儘管的公有土地 那這個土地上面有可能 造就使用的部分 只有部分土地 那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使用情形 那為了避免 未來就是農委會說 就是說把這個管理機關 變更之後 過去之後發現 地上屋的情形 其實不是他們原本想像 只有單純的土地使用情形 所以我們建議 要徵得原管理機關的同意 之後再來會同管辯 這樣才能避免說 未來實務執行上的摯愛 謝謝 主席 這邊的話 因為第11條的話 願版 剛剛的解釋就非常的清楚 因為土地來講會涉及很多的機關 涉很多的機關 所以這邊是林文瑞委員 是不是要徵求你好不好 我們還是願版 按照願版 好嗎 謝謝 來 黃氏結尾 好 這一個地方 我想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原來組織通則 就規定造就使用的部分 但是呢 這件事情在民間其實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見 就是說他們過去可能因為歷史的因素 有一些土地還是登記在私人的名下 但是它是整合在這個水路裡面 不管是池塘也好 或者是這個水路經過的部分也好 那它是因為過去水利壞的存在 它是先於國家的 所以呢 之前組織通則 他就承認這個現狀 去給他做一個造就使用的規定 可是呢 經過這100年來 其實已經換了好幾代了 很多的民眾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都有相當的意見 我是不是建議說 既然我們現在 你們要把它收歸國有 好歹這件事情把它合理化 因為你將來的法律關係 就不再是過去的自治團體的關係 而是 而且過去大法官解釋也認為說 這個 這個 雖然他是工法人 但是他的 這個土地使用跟水路管理人 他認為是私權關係 那你現在如果全部變成國家是工法上的關係 他就會有 四字四百號所說的這一個 你要來 來這個架構或徵收的問題 那我知道說你們現在在 二十六條 你們有一個規定 說每年提拨處分財產 可是前提是你要有處分財產 而且 也沒有辦法立即保障到所有的 你們的說明裡面說現在大概剩兩千九百多公頃 是需要來架構或租用的 我是不是建議說 我等一下提一個修正中立 我們現在直接租用 你不要再寫這個造就實用 好不好 私人土地的部分 直接就給他租用 這個租金也不會很貴啊 我相信一定都可以負擔得起來 在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來替人民爭取一下 呃這個 剛剛那個 那不是應該就造就實用 是啊 對本來 他就是在做農田水利設施上的土地 就本來就造就實用 我想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第二項裡面全部都在處理的是國有土地啦 所以這個是不會比較有爭議 全部都是既有的國有土地 那私有土地的在二十六條裡面會來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以上就這樣說明 好 那我意思是說 不是 你現在不要再這樣寫 因為這個民間看得很獨 每年都有很多人用十一條去告 告了之後 然後就 法院就用這一條 就現在主通的十一條去給你撥毀 那你現在既然要改制 你是不是改革一下 這個我只是請你租用而已 沒有叫你現在馬上買 你還是要逐年去給人家買 因為這是人家特別犧牲 那私有財產登記在那邊下的 現在給你做工的使用 對不對 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現在就做一個表態來處理 法委員 這個法先過了好不好 以後你也可以再修法了好不好 你現在就修就好啊 不然我提二十六條修正 你就沒有提案 我拿二十六條修正 那就二十六條再來討論 好不好 那十一條我們就照院版通過 謝謝 好來我請看第三張張明 蘇智芬委員 蘇智芬委員 蘇智芬委員有一個 我先提好不好 對 這個我是想跟主委交一點意見 雖然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農年水利法 我們是著重於灌溉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水利會的糕 本來就是有灌溉 有吸水糕 還有白水糕 對啊 你本來就是灌牌 你都要放下去了 對 那你要怎麼剩下一個灌溉 灌溉 要怎麼說白水沒有灌溉 你水本來就有來有去 有來有去啊 你若不是光是灌溉 就吸水糕而已嘛 這樣好 感謝委員非常的前進 因為 本來我們只處理灌溉 那其實 排水我們是擔心 跟那個水利署這一邊 那水利署通人說 不會有這個 那我們就 尊照委員 未來本來就應該 要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 第三張是不是 同意委員的建議 就是 不要只寫灌溉 就灌溉排水管理 好 那我們第三張張明 就這樣修正通過 好 那蘇貞茂委員 還有第十一條之一 第十一條之一 我想聽主委好不好 主委我對我這個 宣認動議這個案子 特別跟蘇貞茂 您的這個 十一條之一這個非常好 但是這個已經有 在我們的母法裡面的 第五、第十三、十四、十五條 都有規範 另外我們還有在 執法裡面訂定一個 農田 關開 台水管理法 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分散在後面的這些母法 第五、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 OK 如果這樣好了 那麼我就尊重願版好不好 十一條之一就不再偵測 好 謝謝 那我們就不許通過 好來接下來我們請看第十二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十二條 都跟行政版本一樣 好沒有意見我們就照行政版通過 第十三條 十三條也是一樣 好 那就照行政版通過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有楊琼英委員的那個修正文字 這個感謝楊委員的文字 我們同意就是將一個最後一項的最後一句話 由主管機關會上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定資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好第十五條 一樣我們也同意楊委的這個建議 就是由主管 不好意思 第十四條 陳超明有意見 陳超明委員有意見 他希望可以保留 保留的那個 保留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請我們 要替他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 我知道陳超明委員的意見 他只要有牽涉到中央主管機關 但是現在 行政院他們已經按照委員的修正版本通過 如果大家 看這個修正版本同意的話 我們就先照這樣子過 好不好 因為他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照楊琼英委員的修正意見來通過 不是照行政院版 你是說按照楊琼英委員的修正版通過 是嗎保留協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通過楊琼英委員的修正版 但是 但是主委 你剛剛也同意就是按照楊琼英委員的提案 對就是後面加這個 但是你知道嗎 這邊的水質來講的話 你要按照環保 你要會環保署啦 就是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對 這邊指的就是環保署 你知道我們最高的這個 對 而且一個標準啦 訂那個標準 訂那個標準 跟那個 是訂標準 跟未來的指的那個 那個 起地的時候的一個方法 不一樣 就跟他來 訂那個標準 因為我們的灌溉水質標準 跟放浪水標準 是有差距嘛 那訂的標準 有一些的 因為他們比較專業 有一些的 要訂哪些的東西 跟他舉事 對啦我意思就是 因為你這個是灌溉水質嘛 對 這個灌溉水質 跟環保署來講 他們的水質的要求 基本上 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比例講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環保署 所訂的這個 規則 你們只是一個參考值嘛 是不是 OK 好 好那我們是不是 第14條 就照楊全英委員的修正版本通過 好 謝謝 我們請看第15條 也有一個楊全英委員的修正版本 對 我們第15條 也同意楊全英委員的這個修正版本 好 那我們第15條 也照楊全英委員的修正版本通過 來請看第16條 第16條 我們同意中間委員 加了這一個 在倒數第二項的 第二句話裡面 工農業使用放進來 也同意這樣文字修正 好 那請問各位委員密件 對那個說這篇文 我這邊請問一下 農田水利設施的範圍內 供農業使用 也意思就是說 以後你們的水 都不能夠供給用水 是這個意思嗎 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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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是嗎 你再講 所以請您再說明一次 水利設施範圍內 的灌溉用水 供農業使用 不得擅自允許嘛 所以你這邊的工農業使用來講的話 那 工藝用水可以嗎 我要說就是 雲林館那個 八角地那裡就對了 在那邊分配水 雲林館那裡 那邊也走去工藝 自己走去六圈 所以我要跟你問說 那邊 那那個範圍的話 算不算你們水利設施的範圍內 我這樣問比較快啦 哈囉 以前有農業雨水 可以這個 結算之後可以賣出去的這個規定 那你們現在加這個意思之後 要把這個東西取消還是怎麼樣 好 那 那是不是 我們維持行政院版本 那個 你們要不要再看清楚啊 來 這一條我們先跳過 你們先回去研究一下 這一條我們先跳過 好不好 好了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應該沒問題吧 就原住民地區的 這個農田水利事業區 水利小組的成員 應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擔任 這其他主委說明就好嗎 這個 同意公委員的這一個建議 那文字的部分 我這邊是不是請那個 修正一下 你們如果同意這個建議 文字我們等一下回來再 再那個好不好 你們法制單位 主委啊 你這個同意很奇怪 我們這個水利小組 照如果你說現在水利小組你保留的話 這個水利小組的成員 是指這個地方所有受益地 的土地所有權人 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會員 這裡面沒有比例的問題好不好 這個不是主持委員會 你們自己有沒有搞清楚 你們這個水利小組到底是 你們這個水利小組 我之前就一直問你說 你跟我講水利小組保留 但是跟現在的水利小組怎麼借接 現在水利小組是一個基層 最基層的自治組織 他跟里長很像你知道嗎 所有的會員去選一個小組成員 不是一樣啊 你如果聽懂我的意思你就知道說 這根本不用寫 因為裡面有原住民 他們全部都是原住民啊 先大概講一下 對不對 你先講一下文字要怎麼改 先大概講一下 那跟大家說明啦 像有一些灌區部分 一個小組的部分 當然有的是從原住民的沒問題嘛 那有一些是從平地的也沒問題嘛 但有一些是也有原住民的也有 我們平地的部分是不是 都有一定的比例這樣的方式 在文字裡面這樣放進來 那以後是不是 這個區域裡面 最起碼有幾個都可以給我們 有人這邊那個 農民來做 不是你這個沒有比例問題嘛 我就問你說你這個 水利小組的成員是誰嘛 你怎麼形成這個小組的 是小組長嗎還是什麼 小組長 那你文字看怎麼改嘛 小組長 這小組長的部分 灌區裡面會員就是 產生的啊 現在以後就不是 我們現在沒有選舉嘛 所以以後是由工作站來 推擠比較熱心地方事務的人 來做小組長嘛 那你也要祭兵會員的身份嗎 當然是會員身份 那就是剛才說的 有的是原住民的 工作站裡面有原住民的 也有 是不是有一些比例 給原住民的 那個來做 是這樣子而已啦 沒有說 沒有說是 所以他的條文修正 是水利小組成員 你現在改了小組長是不是 不是 對對改小組長啦 小組長啦 因為成員不會有任何變化 他有多少人是 我們文字是小組長的 剛剛還沒有說明到那個文字的 這個修正的部分 不是應該 那個陳廷菲委員之後 鄭運鵬委員 你都沒發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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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陳廷菲委員 那個 那個 謝昭委 基本上喔 這個也是在地方 現在很擔心的一個問題嘛 就是說 這個水利小組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原條文裡面 就是說 水利小組的成立任務成員的組成 你在第二項你還有這個部分喔 就是說 小組的成立任務成員組成 小組長產生的方式 還有辦理的事項 等等由主管機關定制嘛 那現在大家剛剛 委員擔心的就是說 你到底 當然 小組長是由工作站 大家去推 推舉 比較熱心的 那就只有小組長嗎 那其他呢 你其他你還有 因為你下面還有所謂 水利小組的成立任務 還有成員 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辦法 還是有一個辦法嘛 那你這個東西是不是 要怎麼樣把它說明清楚 當然執法是由你們定 可是你要說明清楚 到底這一個部分 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這條我是不是建議你們喔 如果你們現在沒辦法說明清楚 你們執法到底要怎樣 因為這個在基層真的很關心 所以我們先保留一下這一條 等你們提出 我們現在就直接說明可能的方式 對 執法的精神就是在確保對外說明說 所有水利會變公務機關以後的 他原來的這些小 小 水利小組長的這些工作站的運作裡面 那我們 執法定在這裡 那只好我請那個謝處長來說明 好 其實小組長剛才我們 林委員在講 其實本來就是 這個小組裡面的成員嘛 好就是小組裡面成員 那我們是想說小組裡面的成員裡面 最起碼 他 比較年輕一點 能夠來熱心服務 這個小組裡面的這個事物嘛 有一些事物要反映出來嘛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啊 不是啦 你就是很簡單嘛 你從以前自治的選舉 改成用你們派的嘛 就這麼簡單嘛 那你們派當你所有的領選的過程 這個我們也接受 但是基層不知道嘛 而且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以前的會員的定義 在組織統統裡面很清楚 現在你把這些東西拿掉了 然後呢你的基層 你說你還要保留水利小組 如果說你是一個灌溉事業 那用水人其實是用戶啊 但你現在沒有會員他變用戶嘛 現在不是啦 你要弄個水利小組出來 誰是這些水利小組的成員 定義在哪裡 好 我以前我是這個收益地的地主 我是會員 所以我就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那你現在 你把這個基礎拿掉了 你沒有具體的說明的話 那以後 這個區域裡面做農的人 跟做農的人很複雜組成 不是只有地主而已喔 所以你現在這個裡面地方 對於你們 在這個地方 將來的運作 其實很不清楚 委員 那個修州有修州的範圍嘛 對吧 範圍沒問題啊 修州範圍嘛 就小組的範圍 以前這是要去找人嘛 換誰了還去更改 現在就是這範圍內 我們就是屬地這範圍內 比較有熱心公約的來當嘛 就這樣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小組長喔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小組成員的定義 跟誰來組成 你有沒有一個版本可以跟我們講嗎 不是 我們現在這樣吧 原本是一個會 就是以人嘛 以前是屬人 現在是屬地嘛 這個區域裡面 都是我們工作小組的範圍嘛 那你學成員啊 成員是誰 成員啊 成員是誰 成員兩個字 Membership 對不對 Member是怎麼出來的 沒有啦 其實剛才講 我們整個範圍內就是我們的成員嘛 不是 你成員是人耶 不是地耶 你沒有說明啊 等一下好不好 那個黃世傑委員 我們讓其他委員發言好嗎 來接下來 鄭運鵬委員 然後謝一鳳委員 蘇智芬委員 我簡單提醒一下 之前在修 之前在處理那個 再生能源條例 跟電業法這些的時候 一定比例我們都很猶豫啦 所以你要有原住民 可能冠區是原住民地區 當然有原住民沒有問題嘛 人也沒有說我 我這個人放個40%在裡面的啊 所以你們這個一定比例 這個一定要調整掉啦 好不好 那你們看一下文字要怎麼修正 再跟委員會報告 好來 謝一鳳委員 我針對喔 剛才我們黃世傑委員提到的部分 因為喔 如果現在把這個改成為公務機關 然後又在公務機關裡面喔 說有一個會員的小組喔 等等這樣子的的認定喔 那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兩個認定上面的疑慮在哪裡 在法條裡面就要說清楚喔 甚至是未來如果主管機關定定支的話 這個也是牽涉到大家最認為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由農民共同管理水權的問題喔 那這個部分怎麼解決喔 我相信喔 我覺得農委會一定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說明喔 甚至我們應該要讓喔 但是我也要跟黃世傑說 那我們在修一步進步的法案 它畢竟還是有漸進 就是漸進式的啦 那我要說的話 過去人家平常說 我們說水利署 水利署的話 地方的話 全署的話可能是央館合川 來到電影政府來說的話 就是縣館 後來 那八年八百億的話 我們就做很多水門到抽水沾就對了 我們就請了很多人嘛 因為那就是壞的人要去顧就對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看說水利修組長是這個過程中間 過程中間的話 算過的公務機關 就請教就是林文瑞會長 前會長 就是說這個水利修組長 還要保留的比例好嗎 不然當然 你如果說的membership是要從哪裡來 當然就沒有了 當然是沒有嘛 因為已經算過的公務機關了嘛 再來因為選舉就沒有了嘛 所以選舉如果當然沒有水利匯官 沒有修組長 那些都沒有意義去啦 都沒有意義啦 好 所以我還要說 如果沒吃就說沒有十七條都拿掉嗎 但是我感覺就說 十七條保留一定也壓還有一樣 目前這個時代需要啦 目前我覺得還是有需要啦 而是未來的話會不會有沒有需要 就像說我們可能就是說 滾動檢討 或是可能未來幾年以後的話 再來提出修法 但是我覺得這一步進步的法案的話 今天我們在這邊檢討的時候 那麼要不要保留這個小組長 我認為是在過渡期還是先把他放進來啦 就不要把他放進來啦 就不要把他放進來啦 所以我覺得施主委員要說的齁 像說的小組長你真是要做啊 你是公務機關喔 你要叫這些小組長來做 你又無幾次到底發不可以啦 發不可以啦 那我覺得都是化蛇天子 為了安撫水利會目前的指示架構 包括水利的會務委員 包括小組長 不然你都要開條 你就講到的嘛 因為以前的水利會是公法人 宋法人他們跟他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 親密感情的關係 大家好像小幫忙小刀小工這樣正行 你現在改為公務機關 大家敢不敢打拼 這跟你拜託拜託會走還不走 所以在這個地方 目前這個是一個未定論 但是你要去深思熟慮 所以這條法案啊 我是覺得把它保留下來啦 不然你現在下來 你換公家了啦 你只有那個會長總幹事 還有原來水利會的職員啦 村子差不多都算了 那會務委員是對水利會長有監督的力量的 你現在 會務委員改為諮詢委員 好像說我有事情跟你問問 要做不做是我在決定的 所以這裡面的差異很大 不要以為你們改得好 其實你想搶這些資源下來 你們這樣做不一定改得好 你們這樣做不一定改得好 所以這個主管機關 訂訂資的地方暫時都保留下來再討論啦 送到朝野協商啦 那個蘇智芬委員 我要說齁 我們說農民就對了 在基山地在走啦 陳委員 你殘這樣看就對了 有的做事人的時候 連要找一個水利會的火長 過去要找也不知道怎麼找呢 李文瑞在做火長的時候是多大你知道嗎 蛤 我這個都知道 不是我大 沒有大 沒有啦 所以秀祖長你知道嗎 秀祖長是跟會府委員 會府委員的 我跟你說 我們選擇過人都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完 我說完 修祖長在基山地在走哪一輛 我跟你說 比如說 有時候要去開水門嗎 要去關水門嗎 比如說 還要說 哪裡糕 人可以翻營事情嗎 要可以翻營 糕都會比較破損怎麼樣 如果在基山的地方 在農村裡面 人的修祖長 他們算是農藝子 他們也很開心做 他怎麼也能翻營就對了 這怎麼才不好 這就很好的事情 所以無幾值來講 透過會委員 水利會會長 每一次每一個小執長要走到底 我們現在肯定沒辦法打拚 唉唷 我跟你說 你為他們這樣說 實在說 水利會本身現在已經做得很好 今天你把它換掉 實在沒什麼動力 他只能扣到灌漆 不要跟他灌漆 當缺水的時候 只有一點工業用水 民生用水 優先鬧 你農業用水 別說而已 越說越浪費了 那個 黃思傑委員 好了 我們大家比較心平氣的來講 我都喜歡講 這個制度文化整個改變的問題 剛剛蘇智泛委員講的 他是有一個線性的喔 蘇智泛委員的立場是認為說 以後全部改成公務機關 甚至全部變公務員 我們所有的基層這些組織 他並不認為有價值喔 所以他認為 他現在只是妥協 認為說我們暫時先保留 這些小組長跟小組的組織 這是一個方向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價值選擇喔 大家在這邊現在要搞清楚 那我們為什麼去強調 這個基層的水利小組很重要 因為運作了這麼久以來 這是一個基層自治組織 我一再強調 他們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是有意義的 我是被選出來的 所以我有責任要做 這個不是只是一個無幾值而已喔 這是一個整個制度文化的改變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要做這樣的改變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讓基層 很清楚的知道 改過去之後以後是怎樣 並不是說像現在 我剛剛一直問你說 成員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們已經在 準備這個執法的話 怎麼可能回答不出來 各位 主席可不可以先讓 行政部門這邊先來回應 因為很多 因為我就說今天是在審務法 我們之外也很樂意的 邀請各位委員 甚至要怎麼審查摊開 我是建議這樣 我很不同意 我覺得你現在不能再做分話說 因為蘇委員講的話 說行政部門沒有支持讓水利小組繼續運作 我覺得這個話也明明就是在做所謂的挑撥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講說 因為每個人他有他的想法 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希望能夠很清楚 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基層現在不知道 那我希望這個法過了之後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基層要讓他知道 我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我想這樣 原則上我覺得大家普遍都認為 小組長現在的維持的必要性還是存在 這個是第一點 我應該沒有理解錯誤 第二點 如果是這樣子 就是未來小組長的組成 這個小組的組成 包括剛剛黃世傑委員一直在提到的 他的成員的組成的這個範圍 應該是會在你們的執法訂定裡面 是不是我能夠請那個行政機關 請農委會這邊 你未來在訂定所謂的小組成員的 組成的這個執法的部分 能夠參著今天各位委員所提出來的這些意見 然後在執法裡頭把它明定的更清楚 那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母法 所以我們只決定大方向 就是說這個機制還是維持存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文字上面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原住民的那個比例的部分 剛剛孔雯吉委員談到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把它放在附帶決議裡頭去處理 我也好想總統 你們如果放在這裡去處理 會不會有 放在條文裡面 那就小組長不要寫一定比例嘛 剛才鄭委員講 就改成小組長 就原住民地區的小組長 由原住民擔任 就不要寫一定比例 對啦 你那一定比例就不要寫 就小組長 原住民地區的小組長 主席建議還是用附帶決議好了 可能會比較好 我是建議放附帶決議好了 不是 沒有啦 我看這條暫時保留好不好 保留送朝野學商 我必須講 我跟妳講 你如果說原住民地區小組長一定有原住民擔任 那請問客家地區要不要一定有客家人擔任 閩南地區要不要一定有閩南人擔任 就我覺得這個會 我們把它放在附帶決議裡頭 可能會 爭議性會沒那麼大 不是這樣意思 我說過去的話 我們從來沒有辦法參與 農田水利會 因為我們都是非會員 那你現在要改制 像在原住民地區 你可以算得出來嗎 會有幾個小組 那我是不是合理建議說小組長 就不要說一定比例嘛 就原住民擔任 就那個地區的 因為原住民地區裡面也有和人 我知道有啊 所以我才說在這個部分用戶帶決議的話 那就 你文字再改一下嘛 但是我可能要特別跟所有的委員 包括剛剛那個黃委員 黃世紀委員關心的 我完全同意 因為如果這個魔法裡面沒有定好 我們也擔心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讓整個原來包括汽油的運作 跟對農民的這個灌溉用水造成困擾 所以十七條裡面 白話文就是要明確保障所有水利小組的運作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我們甚至可以同意 讓經濟委員會的委員看要處理什麼 把我們每一個十一條的執法 完全的公開透明 只要每次我們在辦法要公告之前 我們可以先邀請大家 針對我們每一個辦法 來做這樣的一個要求 甚至要奠定 那我直接回應剛剛各位 對水利小組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執法 其實就有把既有農田水利會的小組 在我們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裡面 有農田水利的小組的這些運作 我們把有重要的精神全部 放在我們的執法裡面 包括說比如說到底多大的範圍 要設一個小組 這個範圍裡面的小小組裡面 要的小組長跟小組裡面 他們所負責的業務 也明定在我們的執法 更重要的是小組裡面的成員 到底涵蓋到哪些 比如說如果這個是小組裡面的 灌溉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都有明定 比如說裡面的成員 包括因為灌溉受益的這一些 所有權能成租人 還有等個這個裡面 或者是屬於水利小組區域內的實際工作者 我們都有把成員 甚至他的年齡資格等在這裡面 但我也知道說這個部分 我們平心盡氣的 我們也很希望 既有本來就在裡面的會員都進來 如果本來沒有的 但是他有受到灌溉受益的 是不是也可以進來 將你等同讓原來的小組的成員裡面的鋪 也變更大了 那唯一不一樣的坦白講 就不是在由以前的會員去選小組長 是變成是我們這一邊在林派 那這個裡面的管理辦法 我想這個也會在母法跟管理辦法裡面 都有清楚交代 那我們是可以透過這個母法的制定裡面 直接附帶決議 要求農委會未來訂11個執法 是不是邀請各位委員一起參與 討論 甚至要求做調整 反正我們再公告 這個我們都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所有的 我坦白講 能不能成功都是執法裡面有沒有到位 那以上補充說明 好 請問各位委員 好來 那那個陳志瑞 其實你這樣說 你給什麼意思說明 如果這個執法你要訂定 訂定完了以後 送立法委員 警局委員來審查 還是說明而已 你為什麼要說還要說 要是說法制作業辦法 都是行政機關電完就公告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樣的法制作業過程裡面 再邀請大家 純粹就是邀請 我們的警局委員 的委員 來協同 你公告 你還要把我們統計 這樣你就通過了 公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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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家人 我們太了解了 所以在一個執法裡面 不會說 沒有跟大家溝通 討論以後 就直接公告 不然你就在立法一直說明 說你在執法公佈以前 要以經濟委員會的委員 審議通過還是什麼 放附帶決議 處理就好 不要在立法一直說明 好不好 好 你附帶決議 你來這裡這樣做 這樣你過 好 好 主席委員 我建議這個是不是用附帶決議 因為主委也講得很清楚 未來附帶決議在執法訂定過程的時候 會參著大委員們 的意見之後再行公告 我覺得 不是參著 要這麼委員會的審議通過 你們也這麼多 好啦 讓我表達一下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很重視這一條 就跟剛剛主委講的一樣 這個是未來農業用水 成敗一個很大的關鍵 基層的農民的秩序 跟這個水利秩序的調節管理 現在是相對和諧的狀態 未來如果出問題 這個責任非常的大 所以我會很希望說 這一條我們一定要請農委會 在法案通過前要先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可以下鄉去跟大家說 讓我們可以去讓農民了解之後 也反應農民的意見回來 所以我會建議說 這一條不要用這種方法處理 保留 你知道在協商前你可以提出來 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只是要你一個確定的版本而已 我沒有要你一定要怎樣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交代 對我們基層的農民 可以跟他講清楚 那不然這一條我們要保留 好不好 兩位委員 沒有沒有 對啦 他現在沒有辦法人提出來 蔡民委員 你萬千來啦 人家先拿手 你也讓人家先說一下 那個 當然喔 其實我們的目標都一致 就是希望說 小組長他的一個權益 跟他未來的工作的方向 還有現在目前所有 在執行的 這個跟所有 小組長水利小組的一個部分 都不用改變 我相信大家的方向是這樣子 那因為如果你保留之後 你之後還是要協商 協商完之後 絕對不會是 母法還沒過執法會先出來 那是不可能的 沒有他一定不可能 你母法一定是母法 對啊 因為母法過了 所以我剛剛才會建議說這一條先過 然後按照各位委員提的意見 讓他們在制定執法的時候更完備 沒錯啦 我剛剛就這樣子 來 那個黃委員 黃委員 黃委員是這樣子 我實在很少聽到 譬如講的話 會啦 八部會 在這裡跟我們說的時候 他要做上班的時候 說讓我們來參謀 所以這個陳吉仲主委 我這樣怪怪 我們跟陳吉仲主委來講 我們都說這樣怪怪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行政機關已經讓步到這樣子 來講 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了 我們當然是等到他辦法公告以後 行政院通過以後 好那這樣子 要送到立法院來備查 我們就這樣 我們一疏忽的話 他啪啪就過去了 結果可能跟母法來講 都漢格很多 我們就覺得很客氣 就對了 但是他既然就 他執法要聽的時候 他就要讓我們參謀 我覺得已經很大的亂部了 我覺得這樣夠了啦 好不好 所以一個法的程序來講 我覺得有夠了啦 有夠 主委不要再講了啦 有道理 有道理 在這邊叫我不要講話 哪裡有這樣的道理 不是啦 我覺得這樣啦 這一條齁 是不是主席才示一下 我們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然後你的這個 包括那個 組織成員的那個 這個部分是不是把它 放在附帶決議去處理 好不好 放在調委啦 我覺得這樣子啦 大家互相 我剛才那個 已經附帶決議 我堅持這個 出 我們用附帶決議去處理啦 好不好 那不行啦 你不能在這裡寫 我一定要保障原住民怎樣 那我可不可以爭取我客家族群 我一定要保障客家族群怎樣 我覺得這個會亂掉啦 那主席家 就是主席家 這一條齁 這一條保留啦 我們尊重黃委員 尊重黃委員 這條 你那個小組的任務 謝謝 委員長 委員長 母法跟執法 我們要同時來 拿出來給我們看 母法沒過 執法沒有辦法執行 母法過執法才可以執行 這大家 不要嘲笑 母法過不才有這一點執法 你母法過執法才可以執行 你本來要拿出來給我們看 不是這樣說啦 剛剛 我們尊重這個主席的成績 我們還有意見 還有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我們二郎委員先去手 謝謝啦 主席都有看到我去手 謝謝 我這個我還是建議是 還是照這個體制 因為母法訂定完的時候 後續的執法的訂定 那主委也提出釋出善意 他再加上叮叮執法之後 會聽委員們的意見之後 大家同意了以後 他才公告 我認為這個是確實做了很大的一個讓步 那至於原住民那部分 我也真的認為建議 走這個附帶決議的方式 因為這個條文其實在處理的是 現行上所遇到的 未來改制上的問題 那我覺得 照顧到現有的狀況 然後又面臨未來新的改制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 可能是最妥適的 好不好 謝謝 我很支持子媳的意見 他剛剛有講過 就是說 用附帶決議 在執法要公告以前 一定要公告 經過我們經濟委員會委員的 多次同意 公告 這樣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把法制作業的部分 跟我們實際準備的跟所有的委員報告 母法過了 我們才有依據去訂執法 那執法 出來以後要先預告 預告完都沒問題 才會公告實施 那預告一般來講 會有30天到60天 不等看他的法案的急迫性 所以在這裡跟各位委員報告 但是我們也之前 訂母法的時候 我們就同步在作業執法 因為就是如同剛剛包括林委員跟黃世傑委員 都在詢問這些 因為這些的問題 其實就是 未來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在 如果這個出委員會以後 我們有好幾個選擇 由各位委員來決定 第一個是在院會之前 各位要來了解我們的執法 我們也可以跟各位委員報告 或者是 母法完全在院會通過以後 在沒有預告前 我們可以邀請各位委員來參與 或是針對我們11個執法 不是只有今天的農田水利小組長的管理辦法 是11個執法 裡面讓各位都一起參與 那或者是預告的時候再來參與 我們都沒問題 我們希望的就是 讓這個11個執法在公告實施的時候 都已經有把各位的意見 反映在我們的執行辦法 那我也坦白講 我覺得我們不只面對的是各位委員 我們還有17個農田水利 我們還有2600多個員工 3400多個小組長 還有更多農民 所以我們不會關在自己的辦公室 我們的辦法還要再去跟各地去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所以這部分我們完全由主席或是各位委員來 那個我們都會尊重 但原則就是一定會在執法 實施之前 那把各位委員的意見都放進辦法裡面 公告啦公告 公告 在預告期間啦 宋政委員 公政府委員的審議這樣好不 不帶條件 審議喔 公告一下 好啦 在法制作業是沒有這樣的時候 沒有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特別特別要求出來 他就要餐餐餐廳 那個餐飲 不可以生意啦 餐飲你也要過 不然你人選你兩人要過 你這樣 我們會亂去啦 法治上面如果將來他送進來備查 有意見本來就可以改為審查 本來就可以去做處理的嘛 所以法治上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立法院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我覺得不需要 你如果每天執法都要這樣處理 一時整個體制會亂去啦 會亂掉了啦 但是不是誰啦 委員 你做的辦法出來他榮然要 河北嘛 不行嘛 我們在這裡來了解一下嘛 要就讓我們參議 了解就讓我們同貴大家同意嘛 台陽同意委員 什麼來行人說什麼 我這到這裡來行的啦 好啦 陳超明委員我告訴你 你已經贏了啦 他就跟你說的時候 公共進政的時候 要找我們來參與 啊這個已經夠了啦 我們參議 參議我跟你說 公共進政咧 那叫做統戰 你參議說我來順差 跟我說像這樣就過了 我們都了解啦 好啦 不要告過了啦 這條過了啦 那個楊潮英委員 你怎麼不公共一起參議 參議員 要幹什麼 公共進政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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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這樣切不是 不會因為 這是一個 特殊的案件 如果是一個新制的法案 當然就 陳如剛才主委您所說的這個流程 那個是已經 執行很久很久 有歷史脈動的 一個制度 你們要把它改制 所以当所有的内容不清楚的时候 当然委员有这个权利 要替人民去了解 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我赞成我们这个委员长所说的 本来就是你母法要通过 一定要制定执法 但是执法不知道要制定什么 你怎么样能够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规模了 你怎么样要让这个母法通过 这是我们所提出的质疑 我愿意相信 所有的水利会的人员也相对要了解清楚 社会大众也要了解清楚 所以我才会说感谢委员跟刚 尤其是特别感谢黄世杰委员 把这个实际外界最关心的 这个小组长的运作的部分 我们在母法就是有这样明定 所以执法就会定定 那我刚讲我们执法就是有八个条文 那他的精神就是把原来的小组长 在农田水利组织规程里面的放进来 而且还有增加他的一个可以参与的成员 那这个部分的执法 我们也很乐意的 看样要在预告之前 还是预告之间 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也已经有把这个母法里面 预计要做的执法的精神 也刚刚有跟各位报告了 来 主席 主席 我觉得主委 你说的是 预告前面的参与 你算是坏了潜力 你算是坏了潜力 这个呢 立法权的扩张也好 我同意 我同意 我没有反对 所以我说 这要快就过就好了 赶快过吧 赶快过吧 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 先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 然后 刚刚那个 我那个第十七条 那部分 我们放在学义处理了好不好 那个原住民的部分 承诺一下 你如果不定在这里的话 那个执法怎么办 要不要 要不要定 执法的时候再来一张孔文旗 要不要放在执法 或许在执法里面 要做调整也可以考虑 你那个小组的什么机关定支 对 我们在执法里面 如果到时候 我们就不要特别写原住民的部分 执法的部分我们就请他在 执法的时候 母法的附带决议 你要不要看母法附带决议写一下 我们不要特别在这里写 好不好 我觉得各族群大家互相尊重 我是支持你的 但是 我觉得这样写不好 好不好 那我们第十七条 就照行政院版通过 第四章张明 有委员建议删除 请问 主力已经不坚持了 不坚持了 主力已经不坚持了 来 主席 主席委员 第四章张明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尊重院版 好不好 就保留 好 那第四章张明保留 来 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的话 我们原先也是有提案 就建议删除 这个我们也尊重院版 好不好 尊重院版 好 谢谢 好 第十八条 那我们就 按照院版 第四章张明 我们就照院版通过 对 第十八条 也院版 照院版 第十八条我问一下好不好 你们现在灌溉管理组织有名称吗 还是要灌溉管理组织 这个你回答一下 啊 其实灌溉管理组织 这十八条是 嘿 就是灌溉管理组织 就是 他本来 就是他目前做的农田水利事业 这个水利会的 这个单位就变成 叫做观看管理组织 所以你有十七个 都叫做观看管理组织的东西 他每一个没有名字 不是 他是在 分属下面的 分属里面的一个观看管理组织 分属里面的一个公务 分属里面的一个公务 所以他不会独立对外嘛 对外都要那个分属出去嘛 对对对对 对外是分属 所以都寒瓜在里面嘛 所以他本身没有独立性嘛 你意思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这样啦 他的业务就是这个 将来 农田水利会的所有运作进来 分属以后 他对外就要讲 比如说我就是桃园 分属 桃园农田水利分属 对 那里面的员工嘛 那 这个只是对内里面的组织灌溉 是要确保他的这些人员的这些 相关的在整个深格公务机关里面有具体这样的一个保障 那我想这个没办法定在人事的那个部分里面 所以我们才会在农田水利会这一边 农田水利法里面来定定 对我刚刚只是问 确认说 你们这个关爱管理组织是在分属底下 而且他本身没有独立性嘛 就是等于是这个分属的一部分嘛 对外行为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官方或名称嘛 对不对 没有 不会叫做关爱管理组织 他就是叫什么分属 就这样 分属是公务机关喔 分属是机关 然后你现在这个关爱管理组织 跟你这个机关的关系是什么 我是要问这个 法律上这个也不一样 他就是在我们分属的机关里面 对啊 所以他没有独立性嘛 他没有独立性嘛 他不会独立对外作业嘛 对 对对 所以所有的这个决策 跟所有的这个公文要发出去 好 这个流程 好 全部都是要经由这个分属这边来做嘛 嗯 这个关爱管理组织是从属的嘛 对 对对 他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嘛 是 这个你要讲清楚 因为你看条文 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没错 因为很多人在问啊 所以计算很多人在问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你要厘清得很清楚 所以跟你这个办法也是一样啊 我觉得非常感谢委员的建议哦 所以我才会说 魔法过了以后 这个 在到院会之前 我们要密集的跟所有的这些基层的员工 跟他 所以看这个文字真的不容易了解到 刚刚委员的这些的问题 那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水利会去跟他们做沟通协调 谢谢委员的欢迎 那第十八条我们是不是就照院版通过 好 谢谢来 请看第十九条 跟主席报告 因为林文内委员提的这个十八条的这个修正动议呢 我们觉得 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就是把林文 这一个 倒数第二项的这个文字呢 那挪过来 那把原来行政版本最后一项的前项改成第一项 如同那个荧幕上的最 右边的这个部分 修正成这样的文字 以上 来请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样修正 第十八条就照这样修正好 好 来请看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的话 我们就是尊重好不好 尊重院方所提的院版 好那我们第十九条是不是就照院版 好 谢谢 第二十条 我说明一下第十九条好不好 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基层的声音 当然因为照你们的说明 这个不是用牢基法 不是用牢基法的部分 我希望你们在订定的时候 这一条是不是一定要跟 所有水利会的员工 跟他们写上 因为并不是大家都认为 他们不想是用牢基法 我在这边提醒你们一下 好就是说 这个部分 因为你要保障他们的权益没有错 但是呢也要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我在这边做一个提醒 好不好 好谢谢 来请看第二十条 因为有修正版本 来请 那个 业务单位说明 那个修正版本就是主席 那个 就照位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 会 有点可能在法规上 没办法这样来免得我 请那个谢处长 这边来做说明 跟主席报告 那个处长 你早上不是有一个 对对 就照是不是 就 文字念一下 那请各位委员看一下 好不好 对对对 你直接修正文字 文字你有看过 请各位委员看一下 主席 那我跟中嘉宾委 我们有提案 就是建议要删除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尊重院办 好不好 对对对 尊重那个主委的意见 好不好 那我们要处理那个 那个约雇人员 纪工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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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工工友的部分是这样子 原来他们在订定 纪工工友办法里面 就是以60岁为原的 订案就是签约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去改这个 这个办法比较困难 是说 像 今年7月16号 退休的这些纪工友 就是容我们跟 各水利会来做一些 一些处理 你要讲的更清楚 你想 容你们跟各水利会做处理 是什么处理 我是建议这样子 因为纪工工友 他跟水利会之间 签约就是60岁 那从7月16号 到他65岁这段时间 是不是我们跟水利会来协商 这部分用临时工的方式 来继续来雇用 临时工的条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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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没关系 杨诚一文先讲 等下是林一锦委員 临时工的条件跟 约顾人员的条件也不一 那 如果说 要改制为公务机关单位 那我们法定的是65岁 那水利会原本他们所定定是60岁 那你应该是要重优 而不是让17个水利会 一个一个去讲 每一个人条件不一 那就不用主管机关单位是农委会了 对不对 请再做说明 等一下 我请让委员都说明 林一锦 然后接下来陈廷飞委 好 谢谢主席 这个农田水利会计的寄工工有管理要点 其实 教律 在那个劳动部 在1503年 还1505年 都分辨 都有法文 希望说这些寄工工有 这都要尊重劳计划来实行 尊重劳计划来实行 意思就是 借人要65岁 所以 所以 不过因为 我们现在要开始改修法 要改这个体制 所以 可能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 这些我是认为 是牺牲了这些 因为今年 7月16号要戒林60岁 按照这个完整 这个寄工工有管理条件 60岁 要拿那个人 全国11岁 11个 可是 基本上 我们现在公务体系里头的寄工工有 完全都是 遵照到基法 就是65岁才戒林 那某个程度是这样 你如果按照 他将是你现在7月16号 全国11岁 要退休的人 你这样 他如果今年 你让他退休 没有尊重的计划 65岁来退休 你如果叫我们的这个 老保年金这个 他就差不多差3 当 差不多要有差 减到8万块 我是认为 有的人 有差这些钱 有的人 他 他 他希望说他还可以继续工作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我们要把它 法制化 到成为所谓的公务机关的这个过程 这些人的权益要被照顾到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 应该是来修法 来处理 不然 我们也要用附带决议 来看 要怎么照顾这些人的观影 好来 陈廷飞委员 呃 谢谢赵伟 我想在昨天我在咨询的时候 我有针对这个问题 特别提到 就是说 我们从一开始 他们适用劳机法的部分 当时就开始成情 从38个一直成情到只剩11个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现在只剩11个 那你说 现在要跟各水利会去讨论说 是不是要用临时人员再回聘回来 可是其实他们的重点 是在于说 他们如果60岁退休跟65岁退休 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劳退的基准跟劳退的条件都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 当他们被60岁一定要退休的 光他们的这个不满年资的部分 就已经要被打折扣 他们的退休年金就要被打折扣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在你再把他回聘回来 有些你回聘回来 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需求 也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想法 虽然他们只 这个 其实你们现在想的是说 如果我现在处理 那前面已经退了怎么办 应该你们还是内心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修法 常常都如此啦 就是那个界限 修了之后 常常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这些问题就会变成说 一线切的时候 前跟后 这些劳工 这些员工 这些技工 他们的权益会有不同 如果我们现在修了 那前面那些 所以我们如果要修 一定还是要回缩喔 还要回缩机制喔 要把前面那38位 全部啦 11位 再加前面已经退了27位 全部都要回缩回来喔 以前在其他的修法就曾经发生过 一线切的时候 前面的权益被被牺牲掉 后面的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 那怎么解决 不能推来推去 不能说我在找这些水利会会长来讨论 没有用 因为他们才11个人 目前才11个 该退都退了 没有一个 我相信目前没有哪一个会长 会想说我来挤破头 想破头 来处理看怎么处理 很难 所以我觉得我们主管单位 还是要有一些担当出来 好 这是很重要 总共是38位 绝对不是11位 是38位 这个 非常感谢包括主席 就像我 还有刚刚 林静文跟陈静文 针对我们技工工友的部分 的这一个 员工的权利的这个部分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 我们 用附带的决议 那由农委会 去跟所有的农田水利会 的会长讨论 来确保这些人的 该有的权益 那只要附带决议 我们就会去执行 那至于在母法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整个农田水利法 那如果把这个部分 明定在这里 我想可能 在立法的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意识上面 可能会比较不适合 但我们可以用附带的决议 来去保障 这一些技工工友的这个权利 那以上 那个苏智芳委员 再来杨琼英文 再来 就母法来讲 就是院版里头的话 他有提到 就是要集原雇用条件 那继续雇用 我想重点是在这里 但你母法来讲的话 如果 比如讲说母法 那你如果要超越原来 它的雇用的条件跟办法 那你也必须就再解释一遍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来讲 我还是尊重院版来讲的话 即原雇用的条件 我要继续雇用 那么如果其他的话 要有其他的 衍生出来的话 要必须去照顾 什么样的话 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好不好 但是母法我还是支持院版 好 来那个 杨琼英委员 之后林医景委员 对 既然你要改制 那你又要用现在的水利会 的方式 那就不用改了 那你现在说还要改制完 还要再去回去跟各水利会 去讨论 那如果说 因为每一个水利会 实际上 他们附加的条件也不一样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已经改制 那未来 这一些 约并人员 有没有要适用劳基法 未来新进用的 有没有要适用 包括现在 你改制后 那未来 要不要适用 那如果说 你把约并雇人员 只有在你这个部分 去跳脱 劳基法 那这个逻辑也很奇怪 谁敢哪一个委员敢去当这个责任 我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只有牵扯到 109年7月16号 以前借零退休的这些人 是7月16号 借零退休的这一批人 有11个 其他后面的 就没有事情 10月1号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前面有一个处理 前面有一个处理 有一个处理 是不是让处长把那个问题讲清楚 不是 那感谢委员 现在我们所谈的是 农田水利法 14日起是 今年的 假如说顺利通过是10月1号 那这些目前所面临的是 现在的那个 技工工友的退休年龄 在他们当时签约 跟我们的法规定是60岁 所以现在我们所谈的是 7月16号 这11个人是 依他现在合约 所必须是在60岁退休的 这个问题啦 那只要10月1号实施之后 技工工友的部分 就适用劳基法 就是65岁了 就没问题了 是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来那个 只有11个 11个 刚刚 刚刚主席 刚刚主席有说得很清楚 现在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趴 其实就是 有关于 今年7月16号 要60岁退休的这些人啊 那原则上是 因为在早早期 我就说嘛 在103年跟105年 都 劳动部都一直发文 给农田水利会 说你的技工工友 要适用劳基法 可是就是一直展延 一直展延 一直展延 那完结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公务机关 其实正常来说就是 我们这些 技工工友 都适用劳基法 所以我是说 在这个 刚刚在 我们假设说 刚刚说10月1号 可能 假设有顺利的话 10月1号 10月1号正式 这个 这个立法通过 实施的时候 他都要贴这个中文嘛 刚刚今年7月16岁 这些人贴的中文 所以我们才说 特别是不是来想个办法 来照顾这些人嘛 因为他们其实 本来照理说 他们本来就应该 因为到劳动部之前的 发文给农田水利会 照理就应该 他们要适用劳基法了 所以技工工友 这一个 只是在农田水利会里头 比较特殊 他们是60岁 所以可是 因为我们现在 要转成公务机关了 既然已经 要把它转成公务机关 我是觉得 这个部分应该要 四处善意 来善待这些人 让他们有保留 继续想要工作的权利 当然他们有可能 有的想要退休就让他退休 可是他们都想要继续工作 他要保障他继续工作的权利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 因为那个 老保 他们会被减额给付 假设 他没有适用劳基法的话 他老保也会被减额给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 如果说你硬要他60岁的退休 他想要继续工作人 那他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有一些补偿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 假设说刚刚说要用附带决来处理 可是你要具体一点 你说什么农委会 要让农年水里会 这些会对来参照 这样不具体啊 虽然参照 虽然处理 我是觉得还是明定 看怎么样方式来处理 比较好 OK 好啦 把这个案子保留 等一下我讲一下意见 我感觉到过去农年水里会 现在未来 要做分数 有感觉到人的问题 有感觉到土地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是希望说主委 你这边要很慎重一下 如果我们说辜柯的11个人 我是觉得比较合理 但如果你要追溯到38 我跟你说人 再来 如果我们要说到整个人 你算个人 如果你要处理人的问题 我可能跟你说 不然你土地也想要处理一下 不然你土地也想要处理 所以延伸出来的问题 会非常多 现在说有人好 现在就说有委员在提起这个来说 我是觉得 主委 你如果今天修法来讲的话 在你的母法的相关的规定里面 你是不是補充这11个人 但是在溯及到之前的38人的话 我个人 我个人在这边 我是认为是起起不可 好不好 我是很... 好嘞 那位委員 我建议是不是 就是刚刚提到的 林一金委员 提到这个 包丘英委员提到这个案子 我们就用附带协议做处理好不好 至于就照原条文 行政原条文 來通过 好的 那个陈廷非委 不好意思 我还是 因为 我想 这个部分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说 为什么会有38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 当时我们改为公务体系 他们第一时间 就已经有跟我们农委会来提出 提出了陈情 所以这个记录都有 都有陈情的记录 可是我们农委会都自知不理 然后我们农委会也试图有要开会 可是都开不成 因为他们其实声音太小了 全国只有38个声音太小了 现在是因为我们刚好又修法 所以 从38 从我们改为公务体系之后 然后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退退退退 退到现在只剩11个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说 如果没有这一体的处理 农委会一定会怕说 前后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当时 跟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你们内部有说 这样人头前已经退 这样就没说白 所以要处理后面有问题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 你要一体看怎么样去处理 把这38个到底要分开 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让大家都可以OK 没有问题 而且是有公平性的原则 否则 农委会最后一定也会跟我们说 这样没说白 头前拿 这样要怎么办 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到说 38个是这个原因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 行政大会说明一下 主席跟各位 真的再次感谢各位 对季工工友的这个关心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水利会的季工工友 有11位 在今年的7月16会到60岁 那如果没有替他们保障的话 那他们就要直接退休 因为那这个又跟原来 勞计划的相关规定不符 所以在整个处理过程 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处理的 就是这11位 那我也很完全同意 刚刚陈廷文讲的 那之前本来就是有38位 开始这样的成型 可是在现在 因为他们是11位是既有的 还限定 因为我们今天是4月底 他们还是我们的那个 水利会的季工工友 所以可不可以在 互带决议里面 就直接要求农委会 跟农田水利会 来确保这11位的这个工作权 但也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如果他们要退休 那我们当然尊重 如果他要继续 那我们就在10月1号之前 确保他的工作权 那10月1号 升格为公务机关以后 那就一律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 那我想要特别说明 10月1号就不会有所谓的那个 那个60岁退休这件事情 那我想补充说明 然后主委 你昨天在那个 你们在这里有讲 如果已经退的 如果人家愿意 让你再回聘回来 当临时人员 这个你昨天你有讲喔 对啊 这你有讲喔 没有 人家有跟你成情过的 一直从过去成情 之前有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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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送给你们几次了 送给你们几次了 然后你们一个一个 让他退完之后 然后现在跟人家说 现在退的你没办法处理 那请问那怎么办 请问那怎么办 好好跟你们说 你们现在讲这个样子 处长那时候 你那边有几个案子 好 那你把前面的陈情案 调出来嘛 苏维 苏织分委 我觉得喔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这一步法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 隆年水利会有些啦 真的是有些事端是 不太符合公平正义啦 譬如说我们说 约顾啦 臨时还是技工工友啦 請整堆啦 請整堆就对啦 还有就是包括就是 我们的中央的政务 保障也保障整堆就对啦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都没有受到监督 都没有 监督的机制都没有啦 我们就是想要把它改过来 我是觉得说的 38人的话已经退休了 真的在这边的话 我个人还是这样 我还是要站在 就是 弦政机关的这个立场 帮他们讲话 38人要再回溯回來 真的是会有困难啦 真的也不宜啦 弦政机关真的不宜这么样做 但是 11个人因为事态还没有产生嘛 事态还没有产生来讲 我们还可以去保障他 但是如果要再回溯回來的话 我感觉是 有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不是人的问题要回溯 你这一旦回溯的话 你很多的地方也要回溯 也会有人这么样的看法嘛 我们就是在说在困困的同样 你说这这这这都没变就对啦 也会产生这种四端啦 所以我们是不是尽快好不好 让这一条就过了 然后用附带决议 来处理这11个人的问题 郭委员是不是能够同意 那个等一下 我其实我昨天讲的也是这11个 只是说在这之前的27个已经退的 之前已经有成情 他不是没有成情 我要讲的是 人家前面有成情 你们自知不理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把它处理掉 然后之后在讲的时候 你们又拿这27个说已经退的 然后再堂塞 所以主委 我是要说公平原则 所谓公平原则 这11个一定要处理 这是一定的 这是必要的 不能让他再有所损害 但是这前面的27个 你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补救方式 我觉得也应该要去沟通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让行政单位去研议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一条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版通过 然后那个附带决议的部分就 照刚刚 陈主委 讲的那个文字 来通过 好不好 那个文字是不是演你一下 好不好 等一下文字我们会再 我们反而会再决议的文字 演你 然后再给个人来确认 等一下文字我们会再看过 好 好 谢谢 来接下来我们去看21条 陈超明委员 陈超明委员 21条啊 只多一个修正动议 只多一个各地方农田水利事务 咨询 是这个我们同意 你依照廖国栋委员的提案同意 同意吗 那个各同意 好那我们就按照修正通过 好来第五张张明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我建议一下 好好好 你在捶 好 陈超明委员 这里面有包括资产的齿文 及核化收益的收入里面 这未来也会牵涉到很多 所以这个条文我只能保留下来 因为这个是包括财产啊 资产的齿文啊 还有其他的核化收益里面 关系会牵连非常的大 嗯 来那个杨成衣委员 在第二十二条里头 我特别希望能够在第五项里头 也就是其他与农田水利会 农田水利事业相关支出第一项 农田水利作业基金 因依各农田水利事业分别设置专户 他的修正的理由也就是 基金设置用途呢 是因应在农田水利事业人员 基金专户管理 也就是针定第三项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达成 在十七个农田水利会里 我们接去改制过来的一个公平正义 以上建议 好来那个请农委会说明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回应 我们先回应林文瑞委员的版本里面的这个相关的 他有一个提案就是所有的相关收入要税收减免 我先请那个国税局这边回应 那我们后续再来回应刚包杨委员还有 好来请国税局 负税局在这边报告就是 原本在行政院版本的第二十二条第三项 已经有就是五年 典免五年营业税的相关规定 那如果赵委员提议改成 第二十三条第五项 变成是扩大租税优惠的使用 就变成跟其他营业人形成不公平的竞争 如果一定要定的话应该也是要有 定定一定的实施期限 然后再召开公平会 还有制作税事支出评估 所以你们是不建议照这样修正吗 对我们希望是依照行政院版本 好来 他讲的是 他讲的是 他讲的不是全然反对 而是他说应该是那个时间性要怎么样定 我们大家听清楚 我们有关这个各项收入免征营业税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还是先维持行政院版本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应该 那个 这个 我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刚刚杨委员的这个建议 我们 那个文字 完全同意 只有在最后一项 里面要再加一个 各 就是说第一项农田水利作业基金 因一个农田水利 事业分配 设置专入 这样才17个 会有17个 然后我想 他的文字有个啊 哦个 哦是好 对 有啦就是看你的 你的就写在这里啊 是啊 我再念一次 念你的一样了 好 来那个 请问各位委员 那如果 没有 有没有意见 没有 他那个 照杨琼英委员的 那个 照杨琼英委员的修正动议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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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款是照原来 还是照杨琼英的修正 那就是照杨琼英的版本 就是照杨琼英的版本 我帮林文睿委员问一下好不好 没有没有 那我要讲啊 那个 林文睿委员 我是不好意思啊 林文睿委员 可以说的是 就是第一项 各款收入 免征营业税 是永远免征营业税 你行政院的版本 是只有免征营业税 只有免征营业税 只有免征营业税 我看过是这样啦 有得好的条件 有得好的条件 你去算一次 主委 你只听行政院的位 这是荣田水利会 以往都用免征营业税 那你们现在都拼了五年 好嘞 那个 好嘞 那个 你不算你算得不好 我的问题一样啦 因为本来组织通责里面 就是规定 这个第二十四条就是规定 各款收入都免征营业税 以及所得税 在后面就已经有五年的这个部分了 那你现在变成只有五年啦 对不对 你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要从原来的这个状况 要把它改成现在这个状况 你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从本来就免征的东西 把它变成是只剩五年的期间这样子 好 理由到底是什么 说明清楚一下 来 那个 请说明 来 那个 请说明 来 那个 请说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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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跨部会要彼此尊重啦 我是很乐意支持那一个 你刚刚讲支持委员 你去支持你 你就要提出 对不对 现在跨部会的话 这边一通过跨部会 它财政部就不会讲话了 以前都没有免征 免征营业税 现在你把它改为五年 你还乖丢了 你怎么有照顾农民 我刚刚搭了啦 那有人再查这个 那是期期租务员欸 你来 支持啦 没有 那个 主席 没有 那个 主席 我们叫完来就是免征营业税啦 对 对 他们国税局有意见 他们还要自己去行文 这么可能 你改给人家好的改掉 这个谁敢打 主席 你敢打 没人敢打 好啦 主席 我想这样啦 现在 朝野委员的意见 都一致的吧 那他能为主啦 但是 但是我提醒一下主席 因为第二十三条里头 有五年内有免征营业税 所以这个两条是要一起看啦 对对对 二二跟二三 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 林文瑞的版本 那个是就是 各款收入免征营 月税啦 主席啊 这是永久性 你改参说只有五年用 哎哩 免征营 那越改越厉害的 你这样想法 都不至于 只顾一头前 不至于后面 你把行政的麵 這樣破好吗 主席是不是建议我们第二十二条 先叫杨文英委员的 杨文英委员的 那个版本 先修正 然后二十三条的时候 就处理到五年 都再回过头来处理 我们那个 林文瑞 那我们二十二条先叫杨文英委员的 没有没有 只有他那个条文终于通过 还没有整个条文通过 二十三条 因为有那个五年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讲 我们先看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就是有 林文瑞委员要删除 那一个 第三项 的最后有关重劃区的部分 那以及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等一下啦 二十二跟二十三要一起看 因为二十三条 它原来有一个 农田水利会订定的契约 五年内免征营月 所以那你们现在 刚刚刚的意见是 要免征嘛 所以我现在先看二十三条 好 如果二十三条 我们要同意这个 我们就把 再回来二十 二十二条 林文 对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 那现在就二十三条里面 那个 林文瑞等委员有提的 删除一些文字 那主要的删除文字 我想各位看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的 第三项的倒数里面 他要把那个重化的这些文字删除 以及第四项的这一个 税后的这些 营业税的部分 这个相关文字也删除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可能要 要请内政部跟那个 车政部这边来 聊到意见 我是不是请内政部这边 重化区 重化区 重化区的 那个内政部 重化区的 以后 有农民他 那个抵充 就是 他负担 那个公共设施 的这种农水路 那对于这种 所以说 后来 本来这 他是剔除掉 等于说不受限 照理说这种公有土地 在办 那个开发的时候 不管是驱乱征兽 市立重化 是农水路 就是农村设计 更新的时候 这个是公有土地 是有抵充 那对于这部分 他是没有抵充 但是对于原来农民 农民负担的这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淡树这个 对于这个 他是应该无常来抵充 如果说有办 那个驱乱征兽 或是重化的时候 要无常来抵充 所以说有淡树的 淡树的规定 那如果说 现在淡树把它删除掉以后 以后所有的 以后所有的 那个公有土地 全部都 就没有抵充 那就对原来农民 对原来农民 他 那个 負担的这一部分 他变成 因为以后他变成公有土地 那对于农民 負担的这一部分 如果说没抵充的话 反而 就等于说对于农民来讲 反而是比较 那个不利的 那个龙世杰委员 之后 苏志芬委员 好我想 23条跟22条 这个就是这次修法 可以说争议最大的 第二个地方 除了刚刚水利小组之外 这个资产与负债概括承受 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问题 我昨天也讲过 农田水利会的财产来源很多元 有些是 一直都是农民去 被 这个在日本时代过程中 被他集合起来的 但是日本人 并没有把它收为公有 这个一定要理清 那日本政府 他在做水利工程的时候 他确实也有用政府的经费下去 但是他后来也是交给这个水利组合 登记给他们这样 那你现在帐后之后 也有一些水利工程的农民也有负担 也有负担他的部分 所以这个财产的来源非常的多元 所以你在这个淡书这边 你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最高法院 98年 还是哪一年有做过一个决议 他的假说乙说里面 其实都很确定的去讲说 不能因为登记给水利会 就认为水利会是终局取得这个财产 因为这个是一道重化的负担 跟精神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 他的财产的性质 其实我认为呢 你要做这个概括承受 你要有一个过程 应该要有一个调查 跟这个厘清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性质的财产 然后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转移 不然这个充公或是收归国有 一定有宪法上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说 你现在条文写的太简略了 而且你也没有程序 你将来是怎么样 你将来是 这个法的施行日期有行政院定制 最后一条 你是定了一个施行日期之后 同时 这个财产权的移转都发生吗 还是你会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条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 我觉得你们不一定有想到 后面有这个执行上的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说 这一条一定要保留了 因为到后面你必须要说明 到底你将来怎么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一定会有宪法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你政府要把财产 把它收归国有 举正责任的政府 不能说这样糊里糊涂的 一笔就给他带过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至于说这个弹书的部分 我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们要提出来 因为这个就是你们在先决的条件 到底什么东西是属于公的 什么东西它其实还是私有财产的性质 这个搞不清楚嘛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应该也要研究清楚之后 有一个很确认的法律上意见之后 才可以把它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是不清楚的 好以上 好嘞 那个苏之芳委员 市长 黄委员在提到 就比如说充公 或者是收归国有这样的问题 今天如果没有这部法的话 那么请问 这些财产 要充公 是充到公法人的水利会 这个财产一样是不明 还是不明不白啊 也不可能就是说 如果没有升格为公务机关 然后这个法律它的去处的话 就符合公平正义 那就找得到源头的竹 也没有啊 也是很难处理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个历史工业 还有这样子长久 已经是这样子 将近百年 这样子存留下来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财产权的移转 包括说所谓的 我们是用充公 是社会公有来讲 但是最起码的话 它还是在什么 17个分属里头的基金嘛 在管理嘛 在管理 所以我觉得啦 这还是一个 想到一个最好的 处理一个办法啦 我怎么因为 对于就是说 五年内来讲 免征营业税 为什么要五年内 这个五年内来讲 刚刚黄委员提出来的话 那么行政机关 都一直没有解释清楚的 对啦 我想五年内的免征营业税 因为水理会 宅征营业 因为水理会 宅征营业用途 就在后装金 后装什么 就在后土地移转 土地买买就对啦 那为什么五年内 免征营业税 那么以前的话 可以免征 以前的免征来讲的话 我感觉到 以前工法人 水理会 会不会享受太多特权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看得太多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 现在是在处理什么 处理一个 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机关 这个机关是什么 享受了国家所有的资源 所以现在就不要大意引蓝了 再讲说 这个财产的充公社会国有 对原来的财产权的移转的移属来讲的话 属到底要属 终归是要属怎么样 不可能这样子来提了吧 这样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吧 好 那个 等一下 陈昌明委员 之后杨琼英 有有有有 南田水利会 经过百年的眼镜非常好 也不奇怪 都受过透明的一个监督 我现在才晓得民进党 执政党这么乞丐 看到又肥又弱 又大 又好吃的 就想把它吃下来 所以 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非常 国民党的党团都非常的 坚确主张 关于第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 还有二十六条 是财产的处分 一定要顺重 这里面有牵涉到私人的财产 不管他只会眼镜 你要拿人家的财产 一定要调查的千千处止 这个才叫做民主进步 什么一概括承受 全部你都给他扔过 没人按摩 这样 如果你们这么做 就是叫做财产政府 所以 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 包括二十六条 全部的一个保留下来 送到草委行商里面 好的讨论 不是说的这样就对 要再生青菜就来 这就是要说法人都不对 只有你们执政的才对 所以王伟 你继续讲 因为你本身这个 你应该非常的透彻 大家如果是有正义的委员 不要这样 事先事先的 说的说的 大家分的清楚 不用那么急 陈昌明委员 我想提醒您一下 第一个 我才是主席 我会点名大家 大家有登记的 都会让大家讲 那第二个 请您不要说 谁才是有正义的委员 那其他的委员 都是没有正义的委员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那第三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 充分的讨论 不是到草野协商 才充分讨论 那所以 我也在这里 让大家很充分的 去发言表达意见 以上说明 谢谢 杨琼英委员 我尊重每一个委员的 这个论点 但是我绝对反对说 水利会是享有特权 水利会做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做了多少事 所以我不愿意说 在我们讨论的当中 有听到这样 水利会是享有很多的特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是要了解说 我们2910.8公顷 那么捐出来的土地做沟渠 管世上 世上有多少 现在在做沟渠的土地的所有权 仍旧是民众自己本身的 而不是民下农田水利会的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 要怎么样概括承受 要如何概括承受 早期 这个日本时代 做了台湾目前的台湾大道 中间的安全岛 当时中港最多楼 通通没有征收 名字也没有改 都是民间的 最后 台中市政府 开始 征收 还钱给民众 是如此 而不是站着就站着 有一个原则 他当时捐的是 農田水利会 我们要改制为公务机关 是不一样的体系 那是不是要先问一下 财产的所有权能 他愿不愿意 他当时捐的是农田水利会 他不是我们的公务机关的水利 什么处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必须要理清楚 所以我是建议主席台 建议委员会 我们应该要将这些财产 要怎么样先将他理清楚 17个不是一个数字 2910.8是民众的 是私有的 那这些要怎么处理 所谓的概括承受 是什么样的概括承受 因为我们很清楚 光光现金的部分 有这么多千亿 土地更不用说 所以这个概括承受 会导致 是掠夺财产 人民的财产 我们不希望政府 有这样的民生出来 所以我还是建议 财产的部分 应该要分裂 分裂清楚 未来要怎么处置 才不会有所疑虑 以上建言 请黄世杰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很理性来讨论 那我再讲一次 为什么我刚刚问一夜睡那个问题 因为我不认为说 法律民定东西叫特权 那你现在要做一个改变 你大概要跟大家说明 你这个政策上的选择 你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平心静气 在讲一个道理出来了 那财产的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今天你要讲它是历史工业也好 你要说它是怎样 我也说了 这个财产来很多元 它的性质 不是这么简单 它是涉及到 一个很严肃的历清跟这个历史的研究 但是你也不能说 因为呢 你在民国50年代 为了让水利会的会费的收取 有一个公权力的依据 就灌了一个工法人的帽子给他 你就说 这些财产从此之后都是国家的 我们在司法的实务上 在我们税的实务上面 以及我们很多的行政措施上面 我们历来中央民国政府也好 或是你要讲 我们现在延续到现在这个做法也好 很清楚 是多数是认为 它是属于私有财产的性质 所以 现在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 政策上的选择的时候 我认为 我们要给它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那我也没有要求到说 每一块地 你都要去证明 怎样才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 我们如果用政策的角度去讨论 我们刚刚除了宪法的角度 刚刚除了历史的角度 我们如果从政策的角度去讨论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知道说 你为什么最后要选择17个作业基金呢 因为你也知道这中间有难处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向这些农民去交代说 我不会把你的钱移去别的地方用 所以 我不会把你们累积起来 财产移去别的地方 所以你做了这个17个作业基金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要讲进步的话的话 这样子有进步吗 这是要维持现状嘛 那你改制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说 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 还有我们整个整体农业政策 跟我们农地的利用的目标要变 这些财产的公益性 它的运用方法 要有更具公益性跟近代农业的 现代化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这些财产如何回来照顾农民 这个你也可以讲啊 所以我是一个open的 我并不是讲说 你就一定 这个钱通通都不能动或是怎样 但是我希望 能够有一个更有开创性的交代 或者说至少你把 这些财产的内容 它的来源 你做一个负责任 像历史负责任 像农民负责任的角度 去把它厘清 我希望有这样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 概括承受四个字 就要把这个历史工业一笔勾销 我觉得这样子 很多农民 不一定有办法接受 他心里会有一个剥夺感 因为他并没有感受到 在这个改变过去之后 到底 农民作为一个群体 他到底 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或是他的权益怎么样的增加 我觉得他们没有感受到这个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下乡去听农民讲什么 你要下乡去跟他沟通 这样改到底对他哪里比较好 我觉得真的希望你这样做 好 来我们请蔡易宇有言 谢谢 那来经济委员会今天第一次发言 那我觉得这个条文 对我来说是这次水利会 改制最重要的条文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因为如果分为17个基金 然后这17个基金 彼此不挪用 独立的话 我觉得才是对于台湾历史 完全没有交代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台湾整个历史就是中北清南 我们就是把国家整个资源灌去土地 那我们牺牲了农地 换来了台湾的进步 结果进步地区的农民 当然他们享受的就是所谓 他们他们的餐变地 当然他们的隔壁就行增加 但是真的真的修好这些土地 他就在那里进餐那些 贼港的农民 他的餐 那是餐 甚至宜宏偽造灌溉区 灌溉区的农民没水好吃 这个在南部多多啊 我的地方是灌溉区 灌溉区没水好吃 我要去黑桌 黑桌放涼 在那里放开发断 不好意思啊 我真糟糕 所以我会主张 既然已经成立基金了 基金就好好管控好 那当然就是要以照顾农民 最为最终目的 农田水利会有钱 就是要真真正吃帮助农民 把所有灌溉的枯取做饿 那我们也知道 整个南部很多的水利会 基本上 他们就是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把所有的灌溉区做好嘛 那为什么没有能量 政府农委会就是没做也没做 啊既然土地的餐已经变地了 他们产生了多出来的价值 啊在南部这些灌溉区都做了 好 那就是照顾农民啊 那就是对台湾的利息负借嘛 不然为什么台湾没有土地发电起来 土地发电起来 有开了啦 那就要把农民 要把我们这些残 灌溢大家的枯取都烂涉好 这是我坚持我要主张的 好谢谢 来那个陈明文委员之后陈昌明 好我想这个这个租产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这一次融原水利法里面 大家比较关注的 那事实上 啊所谓这个分基金啊 啊专款专用 那事实上在整个条文里面也没有明定是不能挪用 那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 啊事实上在长期的一个台湾的农业 事实上南部地区 啊是比较在偏重于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 那中北部大概就是偏重于商业 所以现在的农地都变变这个变住宅期变商业用地 事实上像台北市 像说柳公俊水利会 他们基本上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 没有他们的关系细细细 啊但是他们现在他们所有的水利会的阻散是统阶 啊是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这个都市的发展嘛 啊農地变建帝嘛 啊未来如果国土之法法以后加一关 像说加一区分林这种南部地区的 这以后整个月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应该就是农业 啊未来农业如果没有发展 农业就是没有用 我道理就是这样而已 啊你现在你如果说现在所有的钱说 哦 农业不能用 啊不然你我告诉你 你台北这些农业 这些钱你要花回去 啊所以你都像我加南农业水利会 我感觉面積这么大 但是我的钱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这样子永远也不是一个公平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母法通过以后 执法的制定上 事实上 这个应该南北的这个 这个水利的需求 建设的需求 事实上 应该要从这个基金 这个经费里面来做 啊不然你一来说 你 坦白说你这不好嘛 你如果说 台北的的钱在台北开 你要开到哪里去 台北现在就没关系 他也不用水利过去 这就不好去啊 啊所以我的意思 还是希望就是说 应该 要这个经费 要由国家 统一 来这个 做调度 啊要专款 专用 我想这个部分 啊可以留用 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哈就是 南部地区的一些 哈 農民的新生 啊 说白贵就是说 我们当年 当年以来 我们都要扶持钢铁 扶持钢铁 发电 发电起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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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怎么 未来 在 我们台湾的 经贴金额 发展上 要怎么去照顾 比较弱势的 这个 农业 现分 农业地区 事实上 在这一次的 农业 农田水利法的 一个修正里面 事实上 我们 也应该 要有一点 一点点的一个 趋向 显现啦 不过 你现在说的 都不能用 看起来很公平 其实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以上 好 陈昌明委员 之后才黄世杰委员 我要请教主委 第23条 里面 您教一下 但原有农田水利会 以农地重划 条例 第37条 第三项 规定无常取得之土地 参与区断增收集 土地重划时 应 无常 拨充 或抵充 我是来看不下 你等下解释一下 但是在此 我容然 要提醒 我们的主委 你一直讲 扩大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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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了多少金位 我相信你一千二十 比水保的金位 还要多 还要大 你这给他取消掉 你要带钱来 国家有那些钱吗 人家国家为了 斯棍黄一起 给你印钞票一直下来 你没有裁员 你要怎么样 所以这点你们在盖 两个 一个是人事 一个是主租 一个就是水利会 原来水利会 现在的土地财产更差 所有的钱 你们整个收起来 还在这里再放掉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法 很毛病 我一直看 看不下 你们如果没有这个基金 来给你们支撑的话 你要扩大 灌溪 你要服务農民 都不要跟我说结尾 我们不是都不满 多少钱 你的钱要给他带来 如果你政府把他带来说这样做 你再考虐 就收工 开到那些钱 布置那些你就不要做 收工 没包贴 没包贴 不用再开那些钱 所以你这 说来说去 你们到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 你们正当的油在哪里 本来就要给你了 同事结委员 这农田水利费都是从外去有钱 不然他要带有钱 这就命不同 所以陈明文你的观点 我很支持 但是他们自己土地长的地方 不然台北土地长 这些全部归给台湾的人 来享受 也不是更好吗 这就是矛盾 这一条条文因为涉及重大 我们这条是先保留 好不好 好啦 我们这样子 那个黄委员你已经讲四遍了啦 我们是22条23条就一并保留啦 好保留 那个主席 刚刚那个22条我的部分有 好 杨乔英委员的部分就照这样修正 但是也是整条保留啊 然后保留的部分 刚刚你主席还有做一个决议 就是说那个 营业税的部分 我们是达成共识是 没没没 我现在就是整个保留啦 整个保留啦 你刚刚有讲啦 你会牵涉到23条 所以我们就整个22条保留 但您的那个部分 我同意保留 但是我要讲一个论点 就是说 主委 我们大家都支持农民 你这个五年内啊 这个一定是不通的 因为你如果把它设定五年内其他要营业 那人家高度质疑 你根本不是在服务农民 所以你应该要站在你农委会的立场 跟立法院站在一起 他是免税的 我们一定坚农支持 我们一定坚农支持 主委你还有家属的 你本来就有家属的 你怕啥 你知道吗 好 他现在没有什么家属 主席啊 我再建议一下 第26条也是财产储文 一并保留 我现在还没有处理到26条嘛 我就先讲22、23条就保留啦 好不好 那个22条 呃 我们 请看24条 呃 24条 就是都没意见 都有 好 那我们就照院版通过 25条 25条 口委员这边的文字 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可能 在这里 那个建议 可能还是要刪除 因为这个 不太适合 那我们就照院版通过 好 25条 对不起 好 杨琼衣委员 那个 原住民那个有什么困难 執行吗 25条先解决 杨委员的部分 我们请那个 不是25条 25条 他下面 好 好 我请那个协处长说明 好 这个是 我们比较高的地方 除了第一次公安 他要加压的部分 那地方的水源 就比较是劝缺了 那你不着收一些水汇的话 我怕会浪費 所以这不是说 一定要去跟农民收这个钱 是因为说 我是支持你的 你看文字 我是说是是是是是 我是说这样 设施部分是 你在家族上去是 比较不公平 因为它跟平地的都一样 只是我们的电汇的部分 加压电汇部分 还是要跟农民收 设施部分的 新建的金汇就不要 因为那由政府投资进去的 是额外的电汇 是跟文字 所以你讲的意思就是 设施维护会 通通都不收 设施本身新建的设施这些 不跟农民去收 只是电汇的不维护 相关费用 对啊 我们原本就是这样子 新建的部分 不要跟农民收 新建完之后的 这些费用跟农民收 是这样子 电汇的部分 你设施维护你有收吗 主席主席 我跟杨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杨委员的版本 杨委员你的那一项 你把工程改善费 也放进去了 那刚刚谢助长讲的是说 原条文他只有说 额外增加的操作 及设施维护 这个额外设施的操作 是他们要收的 但是你的版本吧 工程改善费 也放进去 这样反而是对那个 所以这是工程改善费删除 反而不利啦 然后杨委员的意思是 希望能够加个社会标准 看农委会觉得 定个社会标准 在母法上有个社会标准的法源 好不好 如果可以接受 就留一个法源 让杨穹英说的社会标准 那个令定之嘛 那就好了 杨委员也不够要你拿社会标准 工程改善的部分 那四个字拿掉 然后就是标准不要常常 让民众不了解到底是怎么样 像水标准的 你水标准一桌要三块就三块 我是不是建议这样 你那个部分可以更简化 就是加另外一项 就是第二项 前项社会标准有主管机关令定之 所以这收取的前项就是由主管机关定之 那就不要再把细项写出来 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标准才不会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好 那民众有一个议题 那我们就照这样修论 还没有 那个孔雯姐的那个提案啊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因为你不要拿那个在平原地区的状况 拿到山上去做做一样的那个费用的收取啦 所以你们应该要另于考量嘛 他只有是额外的 不是讲25条吗 对 但是你就算在原住民地区 他那个是额外的工程 我可以文字处理 但是这个意义要在啦 用户代表不好 你写他费用户代决定 因为条文是内容 社会标准认定 在社会标准里面他费用户代决定 所以在社会标准里面 针对原住民在额外 有费用户代决定处理好不好 因为刚刚杨伟已经有让我们去额外 额外才有收取 那会用由我们定 那我们只要再把原住民的这个 那个费用户代决定 那个费用户代决定 好 谢谢 好 来 那我们就照这样修论通过 第26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26条还有意见 就是我刚刚说的啦 因为你这样已经用人家 那么多年了 很多人在反应 是不是就地 现在开始办成租啦 你现在那个一定 一定嘛 部分所得价格 是不是比较充足提拨 你至少都用租的就好啦 然后你再定 按分年去跟他买架构 好不好 你现在用租的 对啦 你不要再这样给人家占用 都不给人家钱啦 他这个是很消极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主委 原来就是把原来在座里面 我们直接调文进来 让他 对 可以来把这些土地 取得 除了这些 这个收入再去 针对这些已经有的 沉租的这个部分去 去把它办理 你现在造就使用的土地 都没有给人家乘租嘛 对不对 好快三千公顷嘛 那个他这一条的条文是说 要 主委你去办嘛 我知道啊 主委你去办嘛 他造就使用土地的乘租 或用地去得 但是你拨补的经费 要看你处分的那个 有没有啊 有做才有没有做就没有啊 对不对 而且部分是多少也不确定嘛 我会说精神上 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可以做了 因为你们收了这么多资产过去 对不对 不要再这样无常去栽用人家的名地 怎么可以 其实有如果 用附带决议的方式了好不好 好啦 我们就附带决议 朝这个方向去做 好 提附带决议出来好不好 好 第六章 张明 好 那张通过 27条 没有问题 好 那就造行政院版通过 第28条 造院版 造院版 造院版通过第29条 有苏委员的提案 第29条的话就听一下吧 听一下 我们同意就是以下这个 加这个字 好 就2000万元以下 以下罚还 好 那第29条 还有其勤解重大的话 废止其排放许可 那一样啦 好 加那个 得 好 好 那就造苏智芬委员的提案修正 好 好 谢谢第30条 苏智芬委员的提案 有一个第五款 违反第17条第二项的规定 好 那你说到第17条没有加吗 我们就造行政院版 没有问题 院版 好 那我们就造院版通过第七张负责 第七张张名 没见 好 造行政院版通过第32条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造行政院版通过第33条 没有意见 造行政院版通过第34条 好 我们同意陈明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 就是加一项就是自本法实施 实行之日期 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不再适用 好 那我们就造陈明委员的修正通过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造院版 因为你这个 那你这个邮行政院定制本法 这个已经开始执行之 那你已经把水利会的没了 都已经没有的标题物了 还要再写一个 再捅他一刀干什么 各位爸爸 他那个农田水利组织通则 是一个母法 他是一个法 所以那个基本上 他要有一个 不是 我们现在如果通过这个农田水利法 所以那个法就要废止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在这个法里面要明定 那个法要废止啊 不会啊 你那个法 你还是要明天那个法废止啊 主席 那个是不是可以 请法制单位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农田水利法 的作用法的性质 一旦发生作用 原来的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 这样当然是无适用余地嘛 但是要行政院提废止案 还是在我们这个作用法里面 加上一个组织通则的停止试用案 两者都可以啦 但是法制单位说明一下效果好不好 请法制单位说明 不是请我们法规会来说明 但是之前在立法院 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立法的 这个方式 是 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法如果开始适用的话 为什么会在这边明定说 他不用不再适用 因为废止的作业程序 还会有一定的公告 以及法制作业的程序 所以会产生两部法律的进和 所以我们在这边先明定他的效果 所以先暂时不要适用 然后废止作业 还是会同时再作业 以上报告 好 我是建议是不是还是定上 因为两个法有可能 同时产生禁和的问题 那定上比较清楚 比较不会有所疑虑好不好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照陈明文委员的 因为他就是不再适用 但废止作业 法制程序还是会在做 OK 好 谢谢 那刚刚第16条 你 刚是16条 我们刚暂时保留 那个你们 行政单位 最后文字 可不可以加那五个字 我们是不是建议把那个 就中文那个部分 还是希望用行政院版本 不就设限 好啦 好 我们就尊重好不好 不坚持 我们就照行政院版本通过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有几个 修正东益跟附带决议 请宣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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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案 第二条 本法所策主管警官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委员欧仲军等人提案 附带决议第一案 为因应农田水利会改制后 以有效为农民用水权益 人事制度及资产管理 原要求农田水利法延伸执法及办法应送立法院相关委员会審查 提案委员陈超明委员等人 附带决议第二案 有鉴于新建或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所必需工程用地 若涉及协议架构或是征收情事时 按土地征收条例之规定系按市价办理 为其市价之审定是经各地方政府 地价及标准地价平易委员会评定 但原住民保留地七成以上 会处非都市土地之林业用地 因此每当地价平易委员会委托不动产估价是进行估价时 查估市价之价格甚为低廉 原请农委会针对上行针对新建或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所需工程用地 时对于私有原住民保留地部分 因从优补补偿提案委员孔文吉等人 分类决议三 有鉴于本次农田水利法草案之制定 除因应未来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以及稳定并扩大供应农业发展所需 为之灌溉用水及服务地区范围 并妥善处理农田水利或之改制适宜 故为因应农田水利事业区域内之水利小组之设置 且本次农田水利或之改制后 以原住民族地区将扩大2000多公顷灌溉面积 原基于此 其农业委会针对农田水利地区之化设 或变更后涉及原住民族地区之农田水利事业区 其水利小组成员应有一定比例原住民担任 提案委员孔文吉等人 分类决议第四案 由于目前农田水利会寄工工友未適用劳基法 一农田水利会寄工工友管理要点 规定年满60岁就要命令退休 会保障中华民国109年7月16日借零退休寄工工友之权益 主管机关一协调各农田水利会保障其工作权益 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人 宣 第五案 分类决议第五案 针对农田水利法草案条文诸多空白授权 给予行政机关订定执法 实行细则诸如第十七条 小组长小组成员等 原要求农委会于可定 于订定本法相关执法时必须提供相关资料 给经济委员会委员 提案委员翁崇军等人 这第五案 他最后才送来 所以 那个 去印 先去印 我们先处理那个 我们先处理修正动议 因为我们刚刚第二条已经照院版通过了 所以我们这一条我们就不处理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附带决议第一案 附带决议第一案 附带决议第一案 所以我们这样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好不好 好 附带决议第二案 我们第二案同意办理 附带决议第二案 还没还没还没 是第二案 第二案第二案 第二案没问题 我们同意办理 第二案 好附带决议第二案通过 好来第三案 可不可以修最后一句话 是其水力小组长及成员 这样会更完整 好来 那个应有一定比例这样是对的吗 不是因为应有一定比例 他是小组长 如果是 因为我们全国大概有三千四百多个小组长 我是说刚刚孔委员有说他不坚持说有一定比例啊 这高跨啦 他是说在他们自己区域的 好 那个我是说你这样子 原住民地区啊 他是在原住民地区的 各位 他是在原住民地区才会有 如果不是在原住民地区 我是说刚刚孔委员没有讲说一定比例 啊你们这个 对啊 主委因为你把小组长如果也放进来 然后会不会有产生到说 因为一定比例就一定要有一定比例喔 就是如果只有一位的话恐怕就是必须一定是原住民 因为他如果没有会 会不会有这样的限制很多 我建议他的原来的写法反倒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 要不然你到时候 在挑选上你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喔 你们的建议是说其小组 小组长及其成员应有 应包含原住民 其实也不用讲应有应有 因为他是应有 有没有的有 那是不是可以修正成这样的文字 就是说 应有原住民担任 这样就好了 就是不用一定比例啊 跟委员报告可不可以修正成这样文字 因为他同时是要有小组长跟成员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最后一句话就是 其水利小组 其水利小组长及成员应有原住民 这样就好了 我建议小组长也不一定要加啦 因为我觉得成员比例反倒 比较有一点弹性空间 你应把小组长应把 成员本 成员本 就是啊 範围内的农民都是成员啦 对 所以说水利小组成员应有一定 应有原住民担任这样就可以了 OK 没有因为现在 你没有加小组长的话 这一句就多余了 因为他的成员本来就会有原住民啦 成员只要被我们化为那个水利设施範围 比如说在这50公顷内的 那只要原住民的农地 他在那边工作 他就是我们的成员啦 他可能 他要的可能就是 那个原住民保留地里面还是有 那个比如说一两个可以来当水利小组长 那我们全国有3400多个啦 所以这个部分在执行上应该不会困扰 而且如果是原住民比较多的保留地里面的成员的话 那有原住民自己去跟自己沟通 对我们来讲也是更好做事情 那没有说要求多少百分比 所以我想 我对于你要求来部分没有意见 我只是说因为更调和一点应该是把一定比例拿掉啦 就这样子啦 好 应有原住民担任 那我们就是照你们原来 照你原来念的嘛 其水利小组长及成员应有原住民担任 是 应有原住民担任啦 应有原住民担任啦 因为你 只有原住民很怪 文字上很怪 好 是 好 应有 好 当然 你先留好了 好 好 来 副代决议3我们就照这样修正通过 来 副代决议4 没问题 我们同意 接受 好 副代决议4就照这样通过 好 副代决议4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案会更好 因为 那一个 副代决议 我知道两个都一样的意思 副代决议里面的那一个 副代决议5的后面 要求农委会订定本法相关的 执法时必须提供相关资料给经济委员会委员 是 那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 不管副代决议1或5 那他都在讲的是针对我们母瓦里面的执法 里面将来在奠定的过程里面是有 让委员可以来一起提供意见或参与 好 所以我们才会说是不是可以让两个副代决议 用一个合成一个方式来扮扭 这第一个 那第五个副代决议在讲小组长这些的细节 那其实将来母瓦定过以后还有11个执法 也不会是只有水利会的这个小组长的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 以附带决议1里面 我们建议的修正方式是这样 就是说 为了因应农田水利会改制后 以有效的维护农民用水权益 顿号人事制度 及资产管理都要求农田水利法 衍生执法及办法制定过程中 邀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相关委员参与或提供意见 以上做文字建议 好 杰林菲委员 负贷决议 他用负贷决议1去改文字 就并负贷决议5 他文字去做一些微调 就1修正 然后5就并进来 5就不用 好不好 可以可以 用负贷决议1去做文字上的修正 好不好 5就不要 那我们就用负贷决议1去做文字上修正 好 好吗 好 好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负贷决议6 请宣读 负贷决议第6案 将扩大2000多公顷灌溉面积 原基于此 请农业委员会 针对农田水利地区之前 向加压供应灌溉用水 主管机关 既收工程改善费操作及设施维护费 其收费标准由主管机关 会商中央援助民族主管机关定职 提案委员廖国东等人 宣订完毕 其实没有工程改善费啦 对不起 可不可以请问廖国东委员 你工程改善费要放进来吗 本来这是没有的 本来就没有很像多了 可能有啊 没有啦 那个拿掉了 你要叫他收 超过要啦 工程改善费没有啦 操作及设施没误会啦 越收越多了 同意这个负贷决议 好修正喔 修正通过 好 大家请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协商结论 法案名称照案通过 第一张张明照案通过 第一条修正通过 第二条照案通过 第三条照案通过 第四条文字修正后保留送院会处理 第二张张明照案通过 第五条修正通过 第六条照案通过 第七条修正通过 第八条修正通过 第九条照案通过 第十条修正通过 第十一条照案通过 第三张张明修正通过 委员苏智芬等人所提修正动议 第十一条极论 第十一一条 hour tah act mond 第十一规以通过 第十二条照案通过 第十三条照跳 мод通过 第十四条修正通过 第十五条照 union 通过 第十六条照案通过 第十七条照案通过 第四张张明照案通过 第十八条修正通过 第十九条照案通过 第二十条照案通过 第二十一条修正通过 第五张张明照案通过 第22条将杨琼英委员与廖国栋委员所提修正动议两案保留送院会处理 第23条将行政院版本与廖国栋委员所提修正动议两案保留送院会处理 第24条照案通过 第25条修正通过 第26条照案通过 第6章张明照案通过 第27条照案通过 第28条照案通过 第29条修正通过 第30条照案通过 第31条照案通过 第7章张明照案通过 第32条照案通过 第33条照案通过 第34条修正通过 附带决议第一案修正通过 第2案照案通过 第3条修正通过 第4条照案通过 第五条与副队决议第2案合并 第六条修正通过 宣读完毕 第五条与副队决定 第六条与副队决定 设施更新改善时应征土地所有权利同意 或以租用征收方式办理 提案委员廖国栋等人宣读完毕 来请问 学生单位 那个副队决定期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好没意见我们照案通过 好请问各位同仁刚宣读的协商结论有没有意义 没有 好没有意义我们就通过 讨论事项所列的议案审查文俊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那本案还是需要交由党团协商 那院会讨论的时候有本席代表说明 通过的条文 调次以及引述条文部分文字以及法治用语 是否授权主席及医师人员整理 好同意的话我们就上会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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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过 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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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зач 喝 赵 喝 喝 喝 吃 但是两万四